请报告出席人数 报告全体会出席委员15人与逐法定人数 好 我们现在开始开会进行报告事项 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经济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事录 时间109年3月11日星期三上午93分至下午1时38分 地点红楼101会议室 出席委员林戴华委员等15人 练习委员赠民中委员等28人 练习人员经济部部长沈荣经济相关人员主席廖钊及委员国栋 报告事项 一 宣读上次会议事录决定确定 二 邀请经济部部长练习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 报告事项合并寻答 经济部长沈荣经报告后 委员林戴华等22人提出质询 均由经济部部长沈荣经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 三 邀请经济部部长就台湾光电厂案 股权一再转手的境外股权交易模式 对台湾再生能源之影响进行报告并被质询 决定 一 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外 其余均已发言完毕寻答结束 二 委员卢明哲 廖宛如及卢建国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三 书面质询及未及答复部分 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复制本会 通过临时提案24案 请委员参阅 散会宣读完毕 好 因为我们在场委员不足三人 所以我们议事录站不确定了 继续进行报告事项 请宣读 报告事项二 邀请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列席报告业务概况 并被咨询宣读完毕 好 那我们现在就请农委员陈吉仲主委来进行列务报告 主委请 主席 邱招会 还有各位委员跟所有的媒体记者朋友 农委会这边来报告我们今年的整个农业委员会的业务报告 那因为书面资料已经有完整的这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就用简报在15分钟以内来做完整的说明 那我们今天的简报呢大概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下一页 我自己按是 我们大概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去年到现在今年为止 主要的农业的施政重点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针对这次武汉会员 对所有农业部门的影响 跟我们具体的因应措施 那基本上这张的架构就是农委会主要目前的施政架构 我们所有的施政目标 还是要达到农民的所得增加 我们要确保所有的消费者买到安全的农产品 可是现在的外在挑战越来越严重 像这次的疫情就造成整个农业部门生产跟消费的影响 那我们会具体提出相关的因应措施 底下呢就是针对 为了达成这两个政策目标 我们有三大区块农民福利完成的基础建设 跟我们所有的产业政策这三大区块呢 来做重点说明 首先说明农民福利 我想农民福利的部分呢 大概就是四个部分 我想在所有的过去的农民运动里面 520又即将到来 在这三十几年里面 我想在这四年在蔡英文总统的带领底下 我们的福利制度已经逐渐的确保 底下就是四个重要的保险制度 包括农民健康保险 农民职业灾保险 跟农业保险 还有我待会要特别说明的农民退休制度 我想农民健康保险 我们这边 郑重的宣誓所有的实际从农者 只要是有从农 都应该有权利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而不应该所谓的绑在农地上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在过去这几年 我想从养风 从河川地 从实际工作者 那到口头约的 已经陆续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我们现在甚至要让 短期在国军 辅退役之后 那再从事农业的 也可以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这部分正在跟国防部里面来讨论 第二个就是农民健康保险 那这个从前年11月开始到现在 已经有24.7万的农民加入 我想每个月农民缴15块 农委会负责10块 其实这是对 所有的农民最大的一个保障 因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遇到伤害的倍数呢 是其他会农业部门的四倍 至少现在已经有2000多人 因为从农受伤 领到了相关的这一个几户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持续的来滚动检讨 像去年的8月 我们就是让 所谓的其他的退休制度 但实际从农的部分呢 也可以加入 那这个在去年8月已经有做修正 第三个保险 就是我们的农业保险 那我想这个农业保险的部分呢 到目前为止 农委会用事办的方式 已经超过20个品项 27种不同的保单 我们会陆续的来持续的办理 那我们的农业保险法 也已经送到大院 我们希望可以在这个会期里面 来通过避免农民看店吃饭 那最后呢 就是农民退休制度 我想农民退休制度 在去年一整年 农委会办了180几场的座谈会 我们有充分的收集意见 待会会做完整的报告 那除了这四保以外 我想在去年 包括我们的机械的这一个农机去补助 包括我们的奖学金的提高 包括我们的回料的降价 包括支旅奖学金 甚至因为一些 所谓的市区农保无法领山上集乎 我想都已经有做调整 而且执行到位 今年这些措施会继续的执行 但是我要在这里呼吁所有的农民 有关最近回料的部分 我想在市面上有一些的谣言 说我们包括台卫公司里面 有从中国进口很多原料 其实这是不死的消息 台卫公司里面的淡磷甲 包括绿瓦甲 磷酸钙 等等这一些主要的回料来源 从中国进来的 占不到他自己的原料供应的百分之一 今年到目前为止 台卫所提供的回料的数据 比去年同期 已经增加了三万多公顿 所以从这礼拜开始 农委会已经有宣布 所有的农民 不用担心你会买不到回料 只要您到农会相关的单位去登记 预购 预购下礼拜 下下礼拜或下个月的回料 农委会会会透过台卫的体系 来配送所有的回料 我想这是其他的福利措施 那保险的部分 刚刚已经有说明 比较重要的是 在这几年的事半里面 我们总共累积了 3.7万件 就是有3万7千多个农民加入 我们的金额已经有84亿 投保的面积有超过6万多公顷 那我们今年会持续的来办理 接下来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农民退休制度 其实我们就比照劳退 让农民多一种保障 里面呢 它的方案就是把原来的老农津贴 当成是一个基本保障 再加上 它自己的个人的储金专户 就是一个农民退休制度 合起来 在这个部分呢 农委会会在这个礼拜 尽快完成送到行政院 那再送到立法院 其中它有几个主要的精神 第一个 这是一个自愿性的退休制度 第二个 它是没有享受其他社会福利的 一个这样的前提底下 才可以加入 但是要具有农保资格 第三个 它是用劳工的基本工资 层上一定的存交比率 这个存交比率呢 由农民自己选择 1到6% 政府呢 它只要选6% 政府一样对等补助 6% 所以是一对一的一个补助 那我们可以确保 它的保证收益呢 是不会比当地银行 两年的地存利率还低 那里面的部分呢 是65岁以后 我们是按月顶 但是如果不幸往生的时候 它所有的这些鱼儿呢 是可以由家属来领 我想这是一个对农民 非常重要的一个保障 我们已经跟劳动部相关的单位 协调讨论所有的执行的细节 所以按照我们的整个财务的分析呢 以第一年来讲 如果农民缴6% 农民一个月要缴1428块 政府相对提拨1428块 那之后呢 如果30岁的农民 在这时候加入农民退休制度 65岁以后 我们预估它一个月 大概可以领26000 如果40岁的农民 我们预估它一个月 可以领大概18000 那政府的财政负担呢 按照我们试算的比例 里面65岁以下的 大概有40几万个农民 其中我们以20% 来估计50岁以下会参加 我们用10%估计50岁以上的农民会参加 农委会一年的保费的补助 如果用6%的提拨率来讲 我们一年大概10.2亿元 在整个农委会的预算 1600多亿里面 其实是相对的 不是非常的一个 一个重大的数字 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农民退休制度 其实是应该要积极的来推 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年获得礼法院的通过 那可以正式上路 我想这是农民退休制度 以下第二个部分 是其他重要的农业施政 那我想第一个 今年的目标 还是要把所有的疫情 包括灰州村 包括秋行军虫 尽量的阻決于境外 那我们所有的灰州村 即使在现在的武汉会员疫情里面 因为国外的旅客人数 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受到相关 违规裁坏的件数 当然也相对的减少 可是我们在境内的部分 我们还是积极的在处理 包括已经有3291辆的 所有的GIS 所有的运输车辆 都已经装载GPS 我们都已经有系统化 自动化的来管理这些的车辆 那我们除了会做注文要锁住以外 今年可提议的拔针 我想我们在去年7月1号拔针成功 今年5月 我们在提出相关的资料到OIE之后 2月已经原则通过 现在正在给各国审议 预计在5月底 应该可以由OIE正式宣布 台湾为可提议会议区 那我们同步要针对这两个疫情 要来锁住 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在植物上 秋行军虫 跟整个荔枝村村像 更是严重影响农民的权益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 所有的农委会的改良场 跟地方政府跟农民共同的防治 今年的荔枝跟农眼 收成应该会不错 但是荔枝村像的防治 反而比以往更好 以贫入小风为例 我们今年就释放了超过1600万只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 不要因为这些 荔枝村乡或秋行军虫的影响 而造成农民的损失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扩大灌区的服务 积极地在办理 除了各地区农水路 需要我们水保局 跟农水处以外 我们最近有针对灌区外的 已经完成了4700多公顷 我们期待未来 可以完成更多 我们也提报行政院 5年86亿的这样的一个预算 因为灌区内的 就有30几万公顷 灌区外也有30几万公顷 我们期待可以来大幅度的卖庆 因为灌区外有水以后 农民的收成就大幅度的提高 我们用南投埔里的大平顶 600多公顷 全部种所有消费者 最喜欢的百香果 它也是灌区外的 没有水 但是经过我们 在跟南投水利会合作之后 现在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 我们期待 或许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来解决所有农民 所需要用水的部分 除了这个之外 渔月的基础建设更重要了 我们从港口 到整个养殖渔区的 一个基础建设 都会是今年重要的目标 那这是去年已经有完成的 我们或许 持续会在各地呢 来把这些最基础的渔月建设 完成 除了之外 今年有特别实施了一个 叫做 针对农地 只要农用 它有生产 除了粮食安全的功能之外 还有许多环境生态的功能 我们从今年开始 不是只有针对基齐年 针对基齐年才可以领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给互 我们今年 针对 灰都底下的 所有的一般农跟特农 总共46万公顷 全部让农民 每一公顷 领一万块 我们已经修正整个方案提报给行政院 希望明年 扩大到全国74到81万公顷的农地 都可以来做所谓的相关的几乎 因为做农业生产使用的时候 所产生的外部效益 是全民在享受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 会大幅度的来执行 在这里要特别跟各位报告 不管国土计划 怎么修订 农委会的态度是 针对全国所有的农地 站在国家永续 发展的前提底下 我们一定要具体 保有74到81万公顷 这74到81万公顷 我们绝对会依照各县市 实际的生产状况里面来划定 那我想这个是 农委会这边针对农地 总量管制的部分 跟相关的配套措施做说明 除了农地以外 其实外界有许多的报导 对农地共生 农电共生或渔电共生 有产生许多的误解 但是那些的报导 其实是都没有发生的 这边我要针对所有的农业部门 配合绿电的部分 做完整的说明 第一个农委会绝对有能力 而且也有责任 来配合国家能源转型 推动整个绿能 其中在太阳能光电 20个GW里面 农委会底下可以做的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优先推动 所有的屋顶型的光电 目前为止所有的畜牧业 推动绿能的部分 已经有将近1GW 那是之前在500KW底下的限制 我们预计未来盘点 可以提供到3GW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优先推动屋顶型的光电 第二个针对土地上的光电 地面型的光电 我们区分几个顺序 第一个农委会 又先要推的是 雨电共生 我们已经有盘点超过 5000多公顷的养殖余温 这5000多公顷的养殖余温 里面的重点是 它是地主跟饲养者是同一 所以不会有所谓的地主拿去 种光电 而饲养者找不到地 饲养的情形 这第一个 第二个5000多公顷 不会有所谓的生态 或者是生物多样性的这些地 那避免影响到 我们的相关的生态环境 所以第一个 我们优先来提供雨电共生 这个部分按照我们的估计 应该也会超过3.8GW 接下来我们才会推我们的 相关的一个地面型的光电 其中从不利耕作地 或者是到彰化 大城等这些农地上的地律 耕作上不好的情形呢 我们会优先推动 这里面至少也有超过2000多公顷 因此按照这样的顺序下来 大概是会有10GW 所以农委会这边会郑重的来对外说明 我们不会让绿电影响到农业生产 我们不会让绿电影响到农民既有的一个生产的部分 所以之前包括台电所提供的在毛豆专区上面 生产太阳能光电 农委会无法接受也不会同意 我们希望整个绿电的发展是朝双影甚至三影的前提 那我想这样的话才能可以达到能源转型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我想特别针对这些议题呢 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充说明 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清荣的福岛 全面的一个利息的这个减美已经在今年开始实施 除了之外最重要的其实农业部门现在最严重的就是缺工 那我想这个缺工到各地不同的情形样态都有 有季节性的有常态性的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农民缺工的问题解决 我们过去一年有超过五个人力团 包括机械团更新团师傅团等提供了超过三十几万的人工 但是还是无法具体的解决所有的这些缺工 所以今年呢我们已经跟劳动部申请 那也获得通过至少会有超过2400个外籍的移工会进来 除了外籍移工以外 我们也透过包括印尼的清农实习生等 或许会加强这样的一个力道 来满足所有各地所需要的这一个缺工的部分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自动化机械化更重要 因为缺工是人力的问题 但是老化的问题也在进行 所以农委会这边为什么会持续的去年跟今年 做小型跟大型农机具的补助 就是透过自动化机械化来解决各种 我们相关的这一个问题 像今年经过我们的相关单位 所通过的一个 相关单位通过的这一个 整个无人灰机的这个证照的考取 来喷洒农药 那已经有超过100多人 我们后续会极力的来进行 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能力体系最重要 谁掌握能力 谁掌握通路 谁掌握能力 谁掌握了市场价格的定定 农委会过去在一年里面 我们补助了超过106个单位 包括合作设 包括农会 农民团体等 做了超过4万多瓶的 这样的一个冷链的设施 那我想只要 或许我们持续的把冷链体系建好 我们认为 产销失调的情形会大幅度的减少 那我们已经跟行政院提了 4年超过110亿的 这一个冷链的计划 那这个也是农业部门 最需要的一个基础建设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的竞争力 有农林渔木 那我想就给各位参考 那里面包括有散有机 在这个有散有机的部分 我们预计今年希望可以超过15000公顷 那整个排名 占农行农法 已经是亚洲第一 那在这里 跟各位有特别报告 因为有机同等性 在去年5月31号开始实施之后 今年的5月底 所有的国家一定要跟台湾 签订有机同等性 而这样的相关的合约 或者他们的有机农产品 是无法进入我们国内的 那目前为止 包括日本澳洲纽西兰 已经都签署 甚至后续的美国 加拿大 印度等这些国家 会陆续跟台湾签署 相关的有机同等性 换句话来讲 他们可以进来 那我们的有机农产品 也可以到这些的国家 那我们的国军食品 我们的智慧农业 持续在推 比较重要的是 今年应该是 我们农产品 初期加工品的元年 因为所有的初期加工品 会在今年 大幅度的来 持续的进行 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的林业 林下经济 其实不管是林下养风 或者是端木香菇等 这些呢 甚至包括我们的林业 自己的生产自给率 不断的在提升 那今年也会持续的扩大办理 那续勤业的部分 更是非常的重要 从它的基础建设 到整个设备 到鸡蛋席选 甚至整个现代化的 这一个生产 都是今年的重点 除了这个之外 鱼越 我们预计 提供四年一百亿的 养殖鱼越的 一个建设 我们要用到山砖 砖区砖水砖划的方式呢 来提升我们所有的 养殖鱼越的产值 云南鱼越 持续的在进行 甚至在各个国际组织里面 获得更多的配额 那外销我想持续的创新高 今年 在这里跟各位特别报告 虽然武汉会员 影响到了 我们国内的消费 也影响到了国际的消费 但是因为 每个人还是要满足 相关的这一个粮食的需求 根据我们相关的资料 对岸因为这次的武汉会员 它的农业生产 也大幅度的受影响 2003年SARS的时候 中国的农业生产 在那一年是最少的 按照我们相关的资料 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 一个相关的粮食生产 没办法满足需求 这样的一个情势 那里面 就会造成它相关价格的高涨 我想它最近的CBI 超过5%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它的生产大幅度受影响 它没办法出口到 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些国家 因此这时候 台湾刚好可以利用这一次的疫情 大幅度的出口相关的农产品 到中国周边的国家 以及中国本身的市场 那我们今年 希望也一样可以用10%的部分 再成长 那相关的活动布局 跟行销的部分 就给各位有员参考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 所有的农产品市场 我跟各位报告 我在学校教经济学原理的时候 都会跟学生讲说 农产品市场是一个完全经济市场 等我到农委会来之后 我没有发现一个市场 是完全经济市场 每一个市场 都有可能掌握在少数的 通路商的价格的决定 所以农委会这边呢 我可以举很多的例子 包括红豆花生 蒜头 洋葱 等等 农委会这边 就是要用这三次件 包括冷链 包括加工 包括外销 来针对市场 的这一个 至少有1到 10到20%的这一个影响能力 或者所有的价格 还是无法 来提升 农民价格没办法提升 收入无法增加 收得就无法增加 就没有人要从农 没有人从农 保护农地 当然就没办法达到农业永续 我们或许会针对所有的市场 不只境内的市场 包括边境的市场 全力的去 改变整个被扭曲的市场结构 那边境的部分 当然也会尽全力 今年7月有超过20几个农产品 全部要减护 所谓的原产地证明 那没有的话就退运跟销毁 所以在去年 我们的出口成长 我们的进口减少 所以我们的逆差 在去年是减少 我们有信心持续的 依照这样的方式呢 来提升所有的农民的 这样的一个收入 最后很快的报告 这次武汉会员疫情 对我们农业部门的影响 基本上的影响 就是对外销的影响 对国内消费减少的影响 对农业旅游需求影响 以及整个疫情里面 对所有生产行为的影响 那我们的纾困的部分呢 其实行政院在整个武汉预算的部分 感谢立法院的支持 我们总共有35.57亿 是编在武汉会员的特别预算 但我们还有18亿 是透过其他基金的方式来进行 行政院给我们的是 总共超过54亿的部分 所以第一个 在纾困的部分呢 我们会编除68亿的资金 来协助所有的农渔民 渡过这次的难关 除了纾困以外 我们的防疫编了7000多万 其他的32亿 全部在振兴里面 那低利贷款的部分 就给各位参考 那扩展海外市场 如同我们讲的 我们依照院长的要求 把这次的危机 转成转机 其实我们处理了凤梨四家 凤梨四家今年的出口 反而没有比去年减少 因为增加了 所以整个凤梨四家 在农委会协助之后 每一公斤至少涨了30块 那我们持续的会来办理 凤梨目前也稳定的 在持续的出口到 中国跟其他的国家 包括日本 那外销我们除了加码之外 内销的部分 希望透过电商平台 因为现在消费者 可能不一定到传统市场 或者是超市买菜的时候 电商平台的业绩大幅度的增加 电商平台刚好 可以让我们把农民跟 所有的消费者直接来对接 因此我们推了一个 买500送50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想刺激消费 可以来有效的 提升所有的消费者 对农产品的需求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会有产销调节的部分 包括农粮 包括畜牧 跟渔业同步进行 休闲农业的部分 我们自己已经有办过 三场的这样的座谈 360家的休闲农场 有超过将近200家来参加 我们所有的整个因应的部分 他们完全同意 而且很期待这样的一个 纾困的措施呢 可以赶快来进行 那防疫的部分 绝对配合整个中央防疫指挥中心的 一个方式来办理 那最后呢 这个是去年一整年的相关的统计数字 跟措施给各位参考 那下一个 就是今年 我们要做的 比较重要的 重大法案 包括农民退休制度 包括农田水利法 包括农业保险法 跟远洋渔业 我们希望都可以在今年 这个会期里面来通过 第二个就是 希望今年可以扩大办理的 包括全面的绿色环境几乎 从46万公顷到77万公顷 那还有包括其他的 冷链加工等等 我们今年有许多的新的措施 除了我们所谓的因应武汉会员的措施之外呢 我们还有所谓的绿色照护 那这个我们全面性的 希望在各个乡镇的老人 都透过农业跟农会的体系呢 来协助这些的农民 那其他的就给各位参考 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们对7地 对冰临绝种的动物 今年只要农民生产者 有做相关的保护 我们都会给一笔金额来奖励 这个都会是今年的新的措施 那以上呢 就是农委会的一些重要的实证报告 来向立法院报告 那再请各位委员指正谢谢 好谢谢农委会陈主委 那我们现在补这个确定议事录 请问各位同仁 对于上次会议的议事录 有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的议事录确定 那在进行巡答之前 原理做以下几点的宣告 每位委员发言时间 本会委员6分钟 必要时的延长2分钟 非本会委员6分钟 也请大家务必掌握时间 第二早上10点30分 截止发言登记 第三如果有临时提案 请我们会在上午11点半左右 进行处理 好那 OK 我们现在就请委员发言 请林戴华委员 主席有请主委 委员长 主委有三个议题 来跟您做讨论 第一个是退伍军人 从农之农保问题 第二个是农业缺工 第三个才因应这次的肺炎 我们的产业振兴的相关措施 第一个我们来看 参加农保是什么资格 最重要的 第一个要年满15岁以上 而且实际务农90天 第二个他只有或成租农地 能连续经营一年以上 另外一个是为 邻友其他社保养老给付 或老年给付 好那现在退伍军人 从农的窘境 是什么呢 在新农业创新推动方案 属于5加2的产业创新的计划之一 鼓励青年返乡 务农我们的农业 也要迈向年轻化之高竞争力 而我们对于农民健康保险条例 及其实施的细则呢 离退的军官 官兵领取军保的退伍给付者 不论金额或保险的年资多管 均被排除这个纳保的适用 造成鼓励从农 却未能有保险的这样的窘境 好再来是我认同 已经有领友20年 已经服役20年以上 而且领友年月 这岳凤的人 他是应该排除在外的 但是对于现在 木兵大概都是 服中短 疫期 他大概在20年以下 甚至5年以下满了之后 他就会退伍的这些人 他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 那我们看 他们的这个 这个 服20年以下的 他们其实的金额 一次领的金额 真的足够他养老吗 好 本席认同 现在你们对于 我们要理清楚 什么叫做养老 对于社会保险 养老给付 给老年给付者 性质上年老退休 并获得晚年生活的基本保障 跟我们现在农保 从事农业生产 维系生计的农民 是不一样的 当然为避免 这个 稀释社会的资源 对已领有其他社会保险 养老给付 老年给付者 不得参加农保 本席百分百的认同 而那我们来看 军保的退伍给付呢 他立法说明当中 也确实讲到了 军保退伍 他要符合 解困 纪难 除去跟养老 这三个工人 而所以呢 对于长期服役离退 年之满20年的 因同时呢 又符合 暗月给付的 退休凤的终身资格者 这个是属于 养老的性质 那本席要提醒的是 我们目前 推动的募兵制 服短 中一期级 离退的人数 也在逐年增加当中 这些几部 退伍几部 足以养老嘛 我们来看 目前如果是属于 募兵制的 参加军保 满五年离退 可领取 退伍几部 五个基数 如果本席 才最低 下市一级 本负 一万一千九百八十五元 一年 这样的下市退休 一年可以领多少钱 五万九千九百二十五元 那呢 这个农委会啊 目前你们是认定 这样啊 年仅 领取 五万九千九百二十五元的 是可供 养老使用的 社会保险老年 给付 而将它排除在 老农保的资格 这个 主委 您认为这样子 是合理的吗 所以呢 本席在这边啊 建议啦 那我们来讨论 退役均能 若因年之短 均接低 所领的退伍给付 金额不高 以国民平均的余命啊 达八十岁来计算 所领的退伍给付 无法满足未来 四十年以上的养老需求 就不属于 社会保险老年给付的范围 在这边 本席具体建议两项 第一个 未符合领取退休奉 终身资格 的退伍军人 从容者 因纳入 龙保 适用对象 而第二个 退伍从容 好 你纳入之后 你也保了龙保 十五年 年满六十五岁 也一样有资格 请领老龙 今天 主委 您对于这样两个 建议方向 您有什么看法 我真的非常感谢委员 把具体实际 农业生产的状况 具体怀疑 我们就是有很多 这种短期退役的 现在正在从容 而且都是我们的主力 因为它就四五十回 非常的重要 但是结果被 因为我们的农保的条例里面 排除掉了 因为它有领取 其他所谓的社会福利的这个部分 所以第一个 回应委员的 您这两个建议 我完全接受 这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 其实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已经有让这一些 像国军弟兄 那他短期服役完之后 再从事农业生产 他只要缴第三列健保 他就可以加入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这是一个的 那农民健康保险 也跟委员报告 我们三月中旬 已经跟国防部 跟卫福部开会了 他们完全同意 由农委会这一边 来修改相关的农保条例 那我们是不是后续 依照委员这样的建议 把农保条例送到行政院 再送到立法院来做修正 好 诸位 这就是您讲的三月中旬 你们所做的决议 但本期也希望您在做 更精准的回应民意 第一个 在你们是修呢 放宽未满一年一定的年龄 且畏惧领取 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 第23条锁定 退休奉资格之退伍军人 可以参加农保 你在这边所谓的一定年龄 是指什么 好 你们还决议了第二项 农保及保障的对象呢 因为以农业维系生计者 以符合实际耕作者 好 所以第二个 什么叫做农业维系生计者 以及第三个实际耕作者 其实您说三月中上个礼拜三 你们确实做了这样的决议 您是不是能够再更精确的讲到 这样的修法方向呢 委员刚刚讲的那个年龄 其实我们是某种程度是有设限 因为我们也担心说 比如说你60岁再来参加 你也没办法领 脑龙津贴了嘛 因为我们毕竟要从农15年 之后有农保资格 本席是建议啊 直接以他从军的资历啦 如果是20年以下 尤其现在募兵制的结果 都不可能 几乎是不太可能 让你服役到20年 所以大概5到10年 他大概就会退了 所以就像你讲的 就是轻壮 所以以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不认为 就所谓的一定资格 就是说 主委你今天不用回定我啦 因为这其实你们还要一些精算 所以我是希望说 不用去用年龄 而是用他退伍的资格 年限 我觉得这才会比较精准啦 那另外一个就是讲到农业缺工 这张表是来自你们农委会 有讲到啊 中部 中部 南部 北区 东区的缺工的人数 中区缺工是11.2万 而南区的缺工是6.5万 显然在中南区就集了 整个全国农业缺工的88% 那农委会其实你绞尽脑汁哦 做了很多 真的很多操作性 这个我是觉得很好 技术团 产业专业团 能力活化团 更新团 机械团 真的很努力 我也认同你的做法 但是这样的成果 不过是2497人 相较于投入的预算 这样的成果 事实上我们是真的值得检讨的 好 那你们说呢 引进外劳 在这个今年2月25号的时候呢 你们引进了 预估 也确定了 要引进 打总人数2400人 从你108年的1月 8000名外劳 扩大到今现在的总额度2400名 但是我们刚才的缺工 我只讲到中南部就好 就达到17万7千 这都是官方数据 就已经有缺工17万7千了 所以你这样引进到2400名 真的能够彻底解决吗 你们还会继续讨论吗 好我们再从这次防疫的破口 台湾有5万名逃逸的外籍劳工 这也是疫情指挥中心担心的防疫破口 这个逃逸的劳工滞留在台湾5万人 为什么 说实在他就是有工作做嘛 有工作做 所以他才留得下来 所以今天如果说我们农业缺工的问题 也希望你们半年检讨一次 能够尽数以合法的移工取代逃逸的劳工 当你整个职缺合法的被占满的时候 逃逸的外劳就不可能存在 当然同步我认同你的业务报告 加速的容积的研发 以及这个大量的补助 这个是自动化跟你人力补缺当中 你要同时并行的 但是就人力的缺口来讲 这个每天这个农民所面对的 就是他缺工的不足 所以在这边主委您怎么看这个议题 各位委员报告 我想委员应该知道 我们在农业算缺工是算人天的 所以你前面讲的中部跟南部里面 比如说全部加起来十几万人次 一个人做一天就一人次 十个人做一天就十人次 所以我们的缺工的那个是真的有去做调查过 今年也会再调查 而且是调查样本超过六千户 是一个非常高的部分 所以我完全同意缺工的样态 但是我们的四个团里面提供两千多人 不是只有两千多人 他两千多人他如果做了三百天 那你要把两千乘以三百天 才算出他的一个人次 所以基本上是那个单位上的误差 不是只有两千多人 那我们有二十几万的人次的缺工 那不是只有微乎其微 其实不是这样算 所以我们认为按照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人力团 像更新团私户团这些大概解决大概六七十percent的缺工 还有三四十percent还是没办法解决 所以我们完全同意就是要透过适当的国外的劳动力引进 那引进来之后怎么调配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也担心比如说很多都是季节性的 那你要叫农会去调度他还没办法调度啊 成功一颗年比如说大树 大树可能只有最近凤梨在采收 或者是五六月荔枝农眼的时候才需要 其他季节可能不需要 所以我们打算用全国性的调度的方式来执行 那机械化自动化更是要全力的去执行 好那我想我再提醒一点 有关你新冠肺炎的振兴条例当中 我就采取你3月12号在未还委员会所做的报告 你有这四项 这当中的前三项啊 这个海外拓展的前三项啊 当中你放到前一页好吗 我知道 这个海外拓展 以及强化的电商网络 这三项其实是这个你们本有的预算 而休闲农业是你要自筹的 好那你在自筹当中 其实这四项都是农委会每年在推动的工作 但是你109年的预算书 已经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你现在用纾困的预算 又编列同类名目的经费的理由是什么 另外你休闲农业辅导及奖励 这个理由 我们所有的休闲农业的从业人都非常的高兴 但是本期要提点的是 这360家合法的休闲农场 多数都附设名设 但登民宿啊 但登记有案的民宿业者 又是交通部观光局的纾困振兴方案的对象 这两者有没有重复呢 很快回应 这个第一个不会有重复 因为我们跟观光局这边都有重复的交比对象 交叉查队 第二个我们所有的这次的 整个武汉会员的纾困振兴的 补助的部分呢 完全没有跟既有的公务预算里面来重复 举例来讲 刚刚最后的那个整个休闲农场 其实他们从过年期间到现在 平均损失在二三成以上 那我们给他的 是所有的这些的振兴计划里面了 在原有的预算里面 我们是没有编列这样的一个预算的这个部分 所以没有重复 好 主委我们就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来 请陈廷飞委员发言 谢谢赵伟 我们请陈吉仲主委 来 请陈主委 来 委员好 主委 早 主委 我想在这整个武汉肺炎的一个状况之下 其实从过去我们原本期待说 哇 我们台湾的香蕉可以进军东京奥运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部分 都可笑啊 我们那个 很可惜 各位很特别不好 香蕉进军东京奥运 不是香蕉 而是香蕉上面贴了我们的产销履率 TGAB的这个部分 台湾的产销履率 对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 这个价值是在这个部分 但是非常遗憾的 因为武汉肺炎 还有我们的台湾的凤梨 也进军澳洲 对不对 是 那个 就是已经澳洲同意我们 可以出火过去 因为我们刚好跟它生产季节不一样 所以应该会又是一个 我们新兴的市场 但是会不会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 我跟委员报告 现在就是往来 那拆收的时候 从屏东再开始 然后接着都会到高雄 然后到台南 官庙 那现在在屏东的部分 按照我们的相关的统计数字 到中国市场 到日本 新加坡其他市场 都继续的在拉 我们每天都会关注 整个凤梨的产地的价格 那问题是 产量没有问题 现在是说这个通路 因为武汉肺炎的问题 会不会有这个通路受到影响 一开始在过年期间 跟过年晚 因为中国延后开工 跟运输的这一个限制的时候 那时候有稍微让 我们的整个农产品 稍微堵掉 堵掉就是没有套处理 但是现在整个部分 都已经有照常进行 外销业者全部 跟我们农委会国技术 共同坐下来讨论 他们承诺 举例来讲好了 如果卖一万五千公顿 在这一两个月到对岸 那我们有给他促销的费用 他促销是怎么促销呢 因为中国他内部 但是中国目前的状况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估计的 有 那个 他们像传统市场的这些销售 道路度减少 反而是他一些高级的那一些的 像网马这些超市 或者是电商 持续的在增加 所以他们业者 就调整原来在中国国内的通路 往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 那奉利当然就可以持续的 所以主委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中国反而 他本身自己的农产品有问题 可能这个团会专用在世界各国去取这个地方 台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这样子吗 我来委员报告 因为我们认为 他不只受疫情的影响 他中国可能因为他管制 那比如说封城 一个人出去四十分钟 他怎么做农业生产 现在三月是整个春耕的季节 所以他如果粮食自己生产工艺不够 他全部要依赖进口 那因为他依赖进口 我们就更有机会出去 这第一个 所以这个会有重要的 重要的这个订单的部分 包括我们讲的台澳台纽 我们已经有得到了 我们这个有机的认证 有机的认证 然后再来 我们台湾的洋葱也要外销起来 为什么提出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开始担心 会不会因为武汉肺炎清洗全球 我们过去从重要的 这个出口国的中国 然后其他国家 现在慢慢的把这些订单 都已经有一个方向了 可是武汉肺炎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这个是大家所担忧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我们有很多的外销 好这个是外销 我待会在总体跟我们主委说 那现在菜价的问题 菜价的问题很清楚 现在短期 短期菜类 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短期菜类 可是短期菜类这些农民 有些他并没有所谓的 产销班 或是他也没有所谓的组织 那我们要怎么去协助他补贴呢 过去哦 主委 过去其实高丽菜 我们常常 我们看到如果过量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跟农民买很多的高丽菜 然后来做分送的动作 可是现在因为又怕群聚感染 怕办活动会影响了更多的恐慌 也不敢去做这些动作 那只有靠我们政府来协助 那这个部分 我们这些农民 短期菜类的农民 这些要怎么帮忙 跟委员报告 高丽菜从去年到现在 农粮署不断的 不是有发布简讯说 会止报吗 那后来为什么 北农的市场价格 都维持在一定的水准 因为农粮署做了很多的功课 包括 主委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你指我说 现在针对我们这一次武汉肺炎 这个状况 该怎么做 针对这个部分 短期夜菜类的部分 我们每个礼拜 从产地呢 至少拉20吨 包括到 就2万公斤 包括去 学校午餐 果军食品加菜 或者是弱势族群 这个都不会是一般市场所需要的 我们额外再提供这个部分 这是第一个 那减少它到市场上的量 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在所有的批划市场里面 那我们会处理一定价格以下不好的这个品质的这一个蔬菜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呢 如果真的是价格低廉到某一个程度 那我们可以跟地方政府来调整整个农民的生产的这一个 的这个时间 因为叶菜类 一公月 一桌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要相关的 可是我们现在这些 这些短期菜类 它并没有所谓一个组织 或是一个窗口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协助它 这也是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没有所谓产销班 其实他们都是单向跑的 那这个单向跑的话 万一因为我的出处 大家知道嘛 现在餐厅业等等 所需求量其实完全减少 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协助它 没错 我们主委说的 我们可以帮他们 国君 还有一些大量的来协助 可是这些可以救得了他们吗 这个是 主委麻烦一下 能不能救得了他们 就是价格有没有支撑点 没错 所以像昨天 北农的平均蔬菜的价格 比前一天涨了4块9每公斤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在 市场价格维持住的时候 他们才收入会获得保障 这个才重要 所以我们做农粮署跟农委会 所有做的这些措施呢 都是在具体的稳定一个价格 我想这是要特别说 那这个稳定价格就是从 生产跟需求我们同步去拉 那现在呢 我们绝对有信心把价格稳定在一个水平 但是如果价格还是 真的最后还是下去了 我们会有启动相关的 每一公顷每一分地 看多少金额补助 这样的话这些找不到 合作社或者是农民团体的 他仍然可以到 所以你们要从基层下去控管 去了解 这第一个部分 好 再来救租价的部分 我们农委会有寄出三个方案 可是这样就可以救租价吗 你包括现在你说要协助促销 叫大家假吃地吧 可是你光我们现在因为武汉肺炎 而造成说我们花钱不敢搬 活动其实减少很多 所以这个当中你协助促销怎么促销 而且地利贷款跟你所谓的去划地 这个部分 要怎么搬 那可以救租价吗 第二个市场的价格要扭到蔬菜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间绝对有那个差距 我们不可能说今天措施下去 租价就上来 那我们具体的许多的措施 以今年的进口的数量跟同期相对 已经减少三四成 去年八万多公顿嘛 那他以为我们会做租价可能会守不住 所以有些业者就定了进口进来 其实那个是造成租价影响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去 去那个因为这样的价格 所以今天进口减少 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是 拍卖市场的价格 如果下跌 联动的消费地市场价格也要跟着 同弧度的调整 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前腿肉后腿肉 这些其实调整的机制有点僵住 我们当然要跟这些的冷冻工厂 跟所有的这些 我们所谓的传统的肉店 这些要呼吁他们 来调整这样的价格 那这样的话才能刺激消费 这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我们所有的生产调节 畜牧树这一边 已经跟中央续产会提了一个 像种母株的淘汰 你种母株你淘汰掉 你生小株的那个数量减少 滚动调整 我们今年至少会减少3%以上的 这一个养猪的数量 那这样的话 其实在下一期 我想下一期在一段期间 价格很快就回来 其实上礼拜 几乎每天维持在5,900 礼拜六 我能够接受你说的 猪的一个所谓的拉抬价格的部分 绝对跟我们蔬菜的处理不一样 好 我们猪价你认为 当你这些方案下去之后 你有多少的能量跟把握 在什么时候猪价可以回稳 我现在如果一讲 那就毕竟容易达到 因为有些市场面子能 你有信心吗 你有信心吗 因为我必须说 过去我们都是用协助 我们过去都是用协助促销的方式 好 但是现在确实促销是有问题 你一定要再次从源头 我还是要说 其实不论蔬菜或是猪价 其实重点就是源头 在源头的一个方式 讯复处跟黄检局 正在积极要让猪肉出口 然后主委 最后就是在休闲农场的部分 休闲农场影响非常大 你们现在有所谓的 新旧贷款免息一年 这个部分要积极去了解 然后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让他们有感 这才是最重要的 各位报告 360家的休闲农场 我们跟胡岛处长 办过三场 超过200家都来参加 我们都是面对面直接沟通 而且都是在户外 所以这时候 其实在户外休闲农场 其实完全比较不会受 这样的一个疫情影响 所以他们都把防疫做好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帮忙推销啦 其实要帮忙行销啦 就是说 不要去国家 现在陈时中已经说了 不要去国家出头 因为现在境外移入的案例太多了 几乎已经超出本土了 所以不要出国 不要出国 现在来到我们的休闲农场 都是户外的 我们应该要协助行销 除了我们的一个 所谓免息的部分以外 协助补息 但是重点还是要帮忙行销 这个主委拜托 谢谢 感到完全正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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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我们请调国动委员发言 请请请 请请请主委 请请陈主委 但是当中还是有非常多人在讨论的地方 我要跟主要报告 我们上个礼拜我们委员会 到中正机场就是桃园机场 也到了台中的夜市去做了一个考察 考察当中有几个意见 我觉得非常值得你们要主政者来参考 第一个我们纾困条例通过了 纾困的预算也给你们了 现在就是如何执行这个纾困 民众非常担心 业者非常担心的之中 我们一直强调未来的振兴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 振兴 但是那个振兴是什么时候才要做的 是不知道 就等个疫情过了以后 你才开始搞振兴 你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搞振兴 所以民众要的是及时的协助 现在他们就是要帮忙 就是要纾困 所以你们的纾困就非常的细腻 纾困就非常的及时 不要搞那个缓不济起的这个政策 这是其中第一个 我们请听民众 我可不可以30秒 重点跟你报告 其实农业跟工商业不一样 或者是观光 因为他们的振兴 可能要等疫情比较舒缓才振兴 农业不能等疫情舒缓才振兴 我具体举例来讲 每一个在整个武汉会员的特别条例预算还没通过之前 我们就到台东 凤梨四家 我们跟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跟刘兆豪委员共同努力 我们两天让整个四家 每台金的价格上涨20块 凤梨四家因为国际处的行销会用的补助 然后到了除了对岸以外 那新加坡这些市场照走 所以今年的同企的凤梨四家 外销的数量比去年还高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依照委员的指示 不能等所谓的相关的措施条例 我现在就要跟你问 你们到底做了多少 类似你像 你说特别帮台东 当然我也是请你去的嘛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措施 真的是及时的 是纾困的 协助农民渡过这个难关 那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把同仁所有在这段期间 做的具体放到今天的这个简报 包括凤梨的部分 包括叶菜类的部分 包括休闲农场的部分 包括雨夜甚至乌阿虞 因为雨夜署处理完之后 产地价格就105块 变120块 结果汪阿虞卖到 现在反而是非常的畅销 所以这个部分呢 如果委员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 一个我们已经做的这一个 好 你们就是要告诉我们 目前你们的纾困 输到哪里去了 本来我的题目是说 这个新冠肺炎啊 农业纾困到底帮谁的忙 到底帮了谁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你刚刚特别提到了 我们的这个 农困的定义在五万会条例里面 洋葱啊 是针对贷款的部分 我知道了 农民的贷款事实上是非常小的一个额度 是 我再举一个例子给你看 你刚刚提到了洋葱 洋葱最近 刚刚听到好像是 这个 这个 促销的还不错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 你们现在 有这个对于洋葱的产销补助 产销补助 但是呢 很多农民是忧喜参办的 为什么你知道吗 现在的措施是给补助地主 而不是那个真正虫农的 这个虫农有很多是 是是是是租地的电容呢 你再讲清楚一点 哪一项洋葱是给地主 不是你们在补助的时候啊 没有没有没有 纾困的补助 没有没有 那一个 农粮的部分的纾困 只要是农民 团体有需求 都可以跟农金局贷款 这个部分 里面只要实际从事农业者 都可以拿得到啊 但是你们现在有要求 就要有权状的啊 权状证明啊 委员你要讲哪一种补助啊 任何一个补助都一样嘛 你应该是在讲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 一定要有所有钱地主 是这个农地的权状 我们今年不是纾困的 这个五万会员的纾困 是属于我们今年 有针对46万公顷 它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災害 一个是46万公顷 的非都的一般农 跟特农里面 它只要有从事农业生产 我们就给它一笔 一万 那分两期给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有遇到 所谓的给地主 而没办法给到 实际从容者 这个我们已经有在客户 另外一个就是 主席赵伟所提到的 就是天然现金灾害救助 真的这个部分 我要特别说明 我们上礼拜才刚完成 整个恒春半岛的 这个天然现金灾害救助的部分 五岛处今天会给一个文 只要同一块地 不重复领取 不管是实际工作者 或者是农民 都可以领到 洋葱36000公 三万六千块的天然现金灾害救助 因为我们过去看到的一个补助 就是你要有权状 好 我们现在要的是 所有从事 真正从事 农或鱼的 这个农业民 应该要受到同样的补助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所以这次天然现金灾害救助 就是有这样做了 你们这个办法要再注意一下 因为地方有些都不知道啊 因为小农民 跟我们就不晓得啊 那我们要帮我们都宣传一下 是啊 谢谢 你们要给我们宣传费啊 另外呢 我注意到你们的 这次的报告里面啊 这个 补助 纾困啊 为什么特别 独厚农业休闲业者 哦不对 我 这边我特别讲一下 你的报告里面就是这样写的 我跟我讲 那个只是 一开始 因为休闲农业 其实我们同仁在过年期间 就调查他们 所以 一开始是 规划 休闲农场 但是后续 我跟委员特别报告 只要农民 渔民 农 续产 渔业 休闲农业 甚至外销业者 甚至农企业 里面的纾困 新贷 旧贷 一年 免利率 那你的报告里面 就是特别提到了 休闲农业 那是因为休闲农场 一开始 它所有的冲击比较大 所以特别把它拿出来讲 所以委员 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只要是纾困的部分 相关的自然人 就是我们的农与民 跟法人团体 只要是从事农粮 续产 渔业 休闲农场 外销通路 等这一些 都可以符合 在我们的这个纾困里面的对象 所以你们这话要讲清楚 要非常广泛的 给予每一个真正 非常困难的这些农与民 好不好 谢谢委员 第三个 要跟你讨论的是 最近 这个疫情发生以后 大家都在想 这是一个 给人类 进化 或者是转机 升机的一个机会 那对于农业而言 对台湾的农业而言 你认为我们现在有什么转机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 来面对未来的竞争 或者是挑战 有好几个 对农业部门 我们刚好可以让围期变转机 第一个 我们让 本来依赖单一市场的 我们现在可以大幅度的 比如凤梨 就可以卖到日本 跟新加坡等其他国家 这第一个 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以前的农产品的通路 像蔬菜 那他就会走 传统的这个饭运商到批划市场 我们现在刚好因为 消费者为了防疫 购买行为改变了 所以我们这时候呢 大幅度的通过农民 电商平台卖给消费者 这个也是正面的 第三个 我觉得从这次的防疫 就农业部门来讲 我们还是要坚持 74万到81万公顷的农地 如果改天 跟防疫物资一样 不够的时候 我们自己要生产 也不够的时候 这时候农业势力 要保有一定的农地 所以怎么把农地保有 维护甚至给农民一笔金额 站在整个全民的角度 我觉得这更重要 在实际的这个协助的部分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很多 这个派送 派送业现在也非常红啊 农业的派送 你们有没有想过 怎么样去派送到 有需要的这些消费者手里 不可以讲的 可能是整个物流的这个部分 农委会这边就是已经在结合 相关愿意配合农委会政策的部分 只要物流可以掌握的话 那个市场价格就不会被操纵 那这个部分 我们有针对相关的农产品 都已经有在做了 因为现在市场 没有人敢进去嘛 我的意思说 如何协助他们派送 现在很多产业都是这样 不是你农业 市场的交易可能有受影响 但是我们每个人 每天要维持一定的热量 2000多的卡路里 他还是需要 所以他还是需要消费农产品 只是说 他配送的那个方式 可能改变既有的现况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反而是 就农业部门 其实我们没有认为 这样会对我们造成 就像电商一样啦 只要在这个 家里点货 货就送来 就说派送嘛 我们建议委员也可以到 三十几个 跟农委会合作电商平台 你买500 送50 那我们可以跟你讲说 那个有誘因吗 500送50啊 不错啦 我不知道 我们可以试看看 最后一个 我要跟你讨论的是 现在啊 我所谓的跨越进化 就是讲科技 我们台湾一直说 我们是科技立国 虽然台湾小 但是科技非常的强 在农业这个部分 其实都是 透过这样的一个 精准的这个科技应用在 农业上面 那如果委员需要的话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委员 讲到这个智慧农业 对 我们就是要发展智慧农业啦 我现在非常担心的就是 哇 你们 看得到的西部 智慧农业 到了东部就没有智慧啦 这个委员这个完全误解 误解吗 这个东部那边 其实也可以发展 很多的智慧农业 以台东您的家乡为例 我们渔业署在那边 要设置养殖专区 养殖 宇温专区里面的 所有的那些监测呢 是透过智慧型的手机 就可以来 来监控所有的那些 荣氧量 淡水笔等等 那我们已经在往这个方向要去推了 你把这些书面给我 好不好 你刚才想说 我不懂的地方 我不认识的地方 有没有书面再补充给我们 好 谢谢 谢谢廖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张祺路委员发言 那个 你要拿手持麦克风吗 好 那麻烦请主委 谢谢 主委好 主委 好 那我就开始 主委是非常优秀的学者 从政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也是蛮佩服您的 不过今天并不是要找麻烦 其实今天 说实话 今天我谈的这个议题 是真的是攸关主委未来的一世英明 因为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今天 我前面想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有机农业的主管机关是农委会呢 没错 是的 好 那我们下一页 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想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这边 其实我想也是在农委会业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 那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说 对于这个有机农业的这个一个保障 那其中尤其就是攸关的这个大的保障 就是所谓的这个租旗的 就是我们这些有机农民的 他的这个在租约上的这个保障 就是在这个地方 好 我想这个主委应该很清楚 那在下面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 按照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的这个 执行的一个比较细则上的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优惠办法这边 我想优惠办法这边也谈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办法是 就是说谁能够承租这些国有国公有土地 然后呢给他们的优惠 那这个地方就是包括这个验证这件事 我想请教一下主委 所以这个在这个这两个法 就是我们就要优惠办法或促进法里面 验证应该是一个核心 等于说有没有得到验证之后 就是是不是有租约保障 对不对 没错 好 应该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是以验证 等于说如果我们的农民能取得验证 他就有10到20年的这个租约保障 而且因为委员也是我们非常优秀 在社会经济领域里面的学者 所以您讲的这个部分 我们完全同意应该是说 有机它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经营 你不可能说短期让你几年就然后再换土地 我觉得这个推广有机农业绝对是不利的 所以刚刚委员的这样的说明我们完全同意 好感谢主委 其实因为我知道您一直是支持农业 这是真的很重要 来我们再往下 不过今天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真的要谈一下 就是说这是今天的重点 就是中期有机农业专区这件事 其实我想这件事应该您也已经有在关注才对了 那这个地方它就是在我们这个高雄这个桥头科学园区的这个预定的这个里面 这件事是这样子 我想大概时间续上大概 我也不用多啰嗦了 主委应该很清楚 现在目前他已经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现在要发展这个科学园区 要发展这一个块状 那现在的话 按营建署 我要特别指出营建署 他们希望要把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农业 有机农业专区的这个土地收回 好那我们再往下好了 当然我要先还是问一个简单问题 就是说中期有机农业专区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呢 所有的有机农业的推广都适用有机农业促进法 适用嘛 好那我们就往下好了 那当然我先还是报告一下 就是中期有机农业专区的这些农民 就成租户几乎全面的都已经通过验证 只有三个还在这个验证中 那按照我们刚刚讲说这个促进法跟优惠办法 其实有谈 就是如果他们能够通过的话 他就有大概10到20年的这个保障嘛 对不对 这样是正确的解读吧 没有错 是没错按照相关的规定 好那太感谢 好那往下好了 好那现在其实是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在这一件事 我们一直有一个单位冒出来 就是为什么他想要收地的那个单位 那个单位是谁 是我们的这个营建署 就营建署开了一个专案出来 就是要收这个 其实这个专案 我是自己个人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专案里面 他一直谈一件事 就是说农民当时在这个专区里面 因为他的这个约期是在你们这个法通过之后 就之前他就已经有这个租约了 所以他们就帮你们解释了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些在中期的这些农民 是不适用于这个促进法的 我不知道这个主委 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就是这是他们的解释 这就是那个在这个营建署的这个 帮农委会解释 这个这个主委 您知道这件事吧 其实这个 这个中间 其实第一个跨部会 本来就是应该要 沟通 尤其是他要划定这样的一个 整个发展的时候 应该也要考虑到 这里面是不是有相关的 比如我们的有机农业的这个发展 那其实委员你讲的 这个是个案 也不是个案 因为全国各地 在面临整个经济发展过程里面的 各种工业区 科学园区 或者所谓的一个经济发展底下 跟原既有的农地的这一个部分里面呢 还是充满了各种所谓的 对 进合的这一个部分 甚至相互冲突 那不好意思主任 这件事我们就要往下一下 其实这件事上的最大的问题 癥结是什么 就是营建署帮农委会做了 这个事法的解释 但是很显然的 而且营建署在开这些协调会的时候 有十案的农民在反映这件事 但是变成营建署在这个专案里面 是没有找农委会的人去的 这才是最大最大的讽刺 就是说农委会并没有人跑去 在这个协调会上有出席 变成营建署自己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说一个三级机关 在帮二级机关做事法性的解释 今天才是真的出了大问题 就是因为刚才主委一直在都同意说 一点点时间 就是一直在同意说 其实我们适用于这个 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法 也适用于这些优惠办法 可是现在是变成营建署自己去乱解释 所以我的建议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营建署 把农委会当成塑胶这样子 我的建议就这样 就是说我必须务必请主委 对于这件事情再往下 就是折成一个专案 因为营建署都是这样回答 再往下 就是说他一直说 这是一个 就是说等于他跳过了农委会 但是我知道主委是非常支持 有机农业的 所以是不是请主委 务必要折成一个专案 而且您甚至都要亲自下去 看中期这个案子好不好 这个跟委员报告 也不是只有中期 坦南那个田新有机牧场 那些是不是农委会都能把它列成专案 该处理的我们绝对 因为毕竟站在农业部门 尤其是有机农业的发展角度 我们绝对会帮我们的 所有的这些农民争取该有的权益 我们也会要求 只要牵扯到 跟我们有相关的这一些 争议的这一些的案子呢 农委会要有人可以来参加 并具体的反映相关的问题 绝对会支持主委的立场 如果主委是站在这条线上 我绝对跟您是同一阵线 而且我们绝对要捍卫我们农民的权益 好不好 有机农的权益 谢谢主委 谢谢主委 谢谢我们的张委员的咨询 谢谢主委 我们现在邀请邱毅营招委咨询 谢谢主席 我是不是请一下陈主委 我们有请陈主委 主委 主委好 主委我想这个大家非常关心 因为武汉疫情的这个延烧 对于台湾的很多的农产品 不管是价格也好 不管是外销也好 所受到的冲击 刚刚您特别一直提到了 凤梨世家 凤梨的这个量产 大概从这个月开始 已经陆陆续续了 过去我们知道在SARS的时候 其实有 有一个传闻 说这个凤梨是 抗SARS的好水果 那今年不晓得 这个凤梨对武汉肺炎 有没有相同的疗效 那农委会应该怎么样去宣传 大家应该要多吃 国产的水果 然后来增加国产水果的 整体的销量 这个农委会有没有相关的对策 其实跟委员不好 我们昨天跟前天才在希望广场 大力促销这个凤梨 那只是因为凤梨 不好意思送给所有的行政部门 因为担心这个上翁来 也会不会太多 那所以我们就只好 往民间团体这边来促销 但是委员讲的2003年SARS那段期间 民间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不管这个说法怎么样 我觉得全世界凤梨最甜 最好吃的就在台湾 尤其是从屏东高雄 台南上来的这些凤梨 为什么可以外销 我们到中国的那个金钻凤梨 其实海南岛种很多 可是他们就是喜欢吃我们的凤梨 所以我们有特色 而且这个凤梨是真的 所以我想主委 这个这一段时间 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台湾的 不管是水果或者是菜 叶菜类 有很多可以外销的 因为这样子受阻 我希望农委会应该要 多一点的 这个行销管道 行销的这样的预算 来支持国内的国产水果 包括您刚刚一直讲到澳洲 现在我们的凤梨可以销往澳洲 有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时程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出货 凤梨销往澳洲 现在都在规划中 我们期待 所以阿伯有一个具体时程 一个五月嘛 最快什么时候 我们国际处长跟農業处长说 希望五月就可以成型 最快五月份可以成型吗 因为这个还是要有作业 因为这个签审都要传起两三个礼拜 有些检疫的工作 相关的这些都要继续进行 我们会尽快 但我希望委员可以一起来 在产地或在消费地 共同促销凤梨 我十秒说蜂莱怎么吃 不一定要生鲜 你把它切一切 放豆油 配饭就很好吃 这第一个 凤梨还可以煮汤 凤梨你把那个姜丝煮汤以后 那个润火 而且润火 所以这个时候 反而是可以有很多种吃法 甚至你蜂莱 以前蜂莱倒今 生鱼 你用凤梨其实 可以炒各式各样的青菜 猪肉都可以 主委你还没说到 蜂莱 你要煮牛肉的时候 你把牛肉跟凤梨放在一起 它这个凤梨酵素是会加速牛肉软化 让牛肉更好吃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改天 办个凤梨的促销 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你们还可以出一系列 一本的这个凤梨食谱 这个 我们要想进各种的管道 各种的方法 不只凤梨 你们之前在推销巴勒的时候 其实 有很多的台湾的水果各式各样的吃法 这个农委会应该都要花一点脑筋 你们的小编应该会蛮厉害的 要花一点心思 去推广这些东西 或者你找我们的委员们 来帮忙做菜 照您刚刚讲的那些方法 来推销凤梨或者是推销台湾的水果 这个应该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卖点 没问题 我们会在这三个月陆续 把这些活动推出来 另外主委我要请教 我们的农业 虽然很不错 但是我们的农业缺工问题 一直是很重要的核心 您刚刚有特别提到 这个未来我们的农业外劳 还要再增加2400人 还要再增加2400人 但主委你知不知道 我们去年通过的 这个外展农物服务的 这些条例里面 这个规定相当的不合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农民的承请 至少我已经打过电话 跟你讲过两次 很多的合作社 他们要去申请农业外劳 但是我们的法条竟然规定 这个他们这个合作社 或者是雇主 他们必须要有劳工保险证号 所以说他申请的这个单位的人 他必须要具备有劳保资格的人 而且他的你要申请的外劳 不能超过他的劳工保险的人 农民告诉我 他们的合作社里面的全部是农民 全部是保农保 他去哪里申劳保的人 来让你审核 那依据这样子非常多的 国内的合作社 产销班 他们没有办法去申请农业外劳 再加上移民署 一直喜欢去抓非法的农业外劳 这个可能对他们来讲 有点数还是有奖金 尤其在去年过年前 农忙时期 移民署抓到很高兴的 农民挨挨挨挨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呃 完全反应实际的状况 这个会让我们的 外籍移工开放的数字 里面这样的一个饼 农民反而吃不到 所以 其实就是相关的规定 那个规定 他没说不是我们规定 我知道这个规定是劳动部 我们今天下午就跟劳动部反应 我们可能因为很多 尤其是要规定你有 四个 劳保才能聘一个 哇这个自害难行 是啊 所以我们 你合作社里面全部是农民 他去哪里找四个劳保 所以我们可能会说 不然你就该农报嘛 要不然人数就是调整 或者的话到时候 像去年我坦白讲 开放八百个 四百个是外展 四百个是弱农 结果 星期百多月而已 是啊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 你没有完全用完嘛 所以主委 你们要放宽 甚至要增加外展的人力 这个我们都支持 但是实务上 你们这个法条的写法 没有办法让农民 真正需要的农民去申请 反而是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 他去哪里找这么多有劳保的人 然后来申请农民的农物 所以这个是不是请农委会赶快加速去跟劳动部来做协调 或者是有需要的话 我们这个在立法院里面 来寻求你们跨部会的协调嘛 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实际的来帮农民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 谢谢委员的帮忙 礼拜三 我们辅导处陈处长 有跟劳动部开会 就要求调整这个资格的这个限制 好 另外主委我想再跟您请教 您的这个报告里面有特别谈到农民福利 有几项保险制度 特别我们去年花了很多时间 在推动的所谓的农民植栽保险 你的报告里面只有提到 现在的加保率只有22.9% 差不多23% 有没有想办法 有没有想什么办法 可以增加植栽保险的投保率 加保率 这个其实跟委员报告 我们当初本来就预定说 农民结栽保险 真的很感谢委员 那在地方办了许多座谈 那在法案就可以快速的通过 我们在前年11月开始开办的时候 我们就预估说 是不是可以第一年大概有20万 那我们现在是24.7万 那后续呢 所以你是第一年的20万已经达标 是啊 但是还可以更好 因为我坦白讲 现在的问题就是很多在执行面 还是要让它到位 成功我们把要去办的时候 要给户口 成本 要给地级成本 我们只要让辅导处跟农民 所有的资讯系统 完全系统化 我有农报 我就不用再查那些资料 去探计厅 就签名就结束了 你就农会 还是参照班 等等都可以证明 这个就是真的在务农的 没有一个农民愿意去用这样子去炸保 那我觉得 这个审查 申请的时候 家宝的审查 甚至他要 这个申请理赔的时候的这个审查 我认为都应该重塑 重检 不要造成农民太大的困扰 这个部分可能也要请农委会 再多加帮忙 是完全同意 所有的这些相关的法令文件 这些paperwork 我觉得希望能够重检 另外可能时间不够 我要再提醒 就是说农产品的价格的部分 其实不应该操纵在少数人的手上 农产品的价格 怎么样来帮农民卖到一个好的价格 包括有产销履历的这些农产品 它的价格不应该比 没有产销履历的还要低 这个主委我们也讨论过非常多次 我讲过很多次就是北农那边的 相关的解决方法 我不晓得农委会这边演绎出来 没有 如果演绎出来了 是不是能够给本席一份说明 一份报告 我们署长这边可以提供完整 针对产销履历在批发市场拍卖 不能比非产销履历的价格还低的 这个相关的这一个 况且不是只有针对产销履历 我觉得有的农民种出来的东西 非常的漂亮 但是北农他完全就是人为在控制这个价格 这拍卖的价格的操纵 我想这个我们也是要有一个相关的对策出来 好吗 是 谢谢 谢谢 谢谢邱英委员的发言 谢谢集中主委的备巡 我们现在请杨琼英委员质讯 主席 本期想邀请主委 我们有请主委 主委您好 辛苦了 主委跟这个农粮署在两周前 那么一起再告诉民众 告诉农民 目前我们的肥料呢 库存量是足的 而且供货是稳定的 而且已经协调台肥 要加速去制造肥料 那请问主委 目前我们的肥料 有没有缺货的问题 跟委员报告 其实就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结果导致在我们的想想 请问有没有缺货的问题 跟委员报告 我们以台肥公司来讲 去年同期提供大概15万公顿 今年已经提供到快19万公顿 那我们大部分 其实都已经有配送到各地 主要的原因是在哪里呢 我们上礼拜彰化 某一个乡镇的农会 它一天卖的量 等同一年的需求量 所以里面 本席再次请教 目前肥料到底有没有缺货 农民所需 你百分之百没有 继续本席再跟你讨论 在3月2号需求量 以我台中市辖区为基准 我们看到的需求量 是由758公顿 你看到了 在你的资料上面 这个表格 分配量给我们的是 426公顿 到了3月13 是1475万公顿 分配给我们的是346 换句话说 从3月2号给我们的 大概是民众所登记的五成 到3月13号登记的是民众所需 给我们的是两成多 一点点 您刚刚告诉我们说 绝对没有缺 请教我们的主委 肥料跑到哪里去 为什么独厚台中市辖区 我们从海线地区 无期一直到山城 雷山也很久 雷山山上29个区 为什么独缺台中市 请问 跟委员报告 这个统计表上的数字的需求量 大部分是假信需求 真正的需求 我用台湾 你这样欺负我们农民哦 农民没有需要到海干嘛 因为你背后 放过你不要留在囤积 因为背后 放过你会天气 你就没办法用 他怎么可能 现在在春根 是在春根 所以我给一个同样的数字 台中市农会 今年同期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给它将近快4000公噸的回料 比去年同期增加40% 今年的民策5000公噸 台中没有啊 主委 请你再看本期的资料 请你我们实际讨论 我们再看本期的资料 大雅也增加1000公噸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2% 有可能今年面前 一个农民如果不需要肥料 他不可能去申请 本期再强调必要情境 现在是春根 现在是春根 接下来请看 我们实质讨论 请你看资料 不是因为你的质讯会对市场上的讯息产生 特1号 有欠吗 请你再看 特4号 有欠吗 你给我们的 请你再看特5号 有欠吗 请你再看黑特43 你给我们的是什么 再看101号 保特的101 再看台肥保效的105 有没有缺 请说明 跟委员报告 本期让你说明 我平心静气的跟您报告说 如果这个质讯里面 再造成另外一波农民的恐慌去 抢回料 其实这样反而对农民是不利的 本期告诉你 本期告诉你 我们的保效101 你听我怎么讲这么多吗 你给我们的分配量是0 为什么给其他县市 我们台中不给我们呢 喂 我跟你讲 你待会 留所有台中各个 融会所需要的回料 数量 跟电话 跟什么说要 我保证 完全提供 就你这句话 本期 但是前提是 认同你这句话 但是我们是依照 我坦白讲 农粮署 都有每一个区域的 每一个公物的生产面积 所以本期联想系 从3月2号到3月16 每一个肥料的品项 需求登记 跟你提供的 本期已经在上面了 你看啊 不是 你看一下 请你看 里面的很多需求量 不是真正的需求量 我就跟你讲 请你看 台中大亚同时一居年 增加一千公吨 请你看资料 你说不要造成民众的恐慌 下一页 农民啊 来 我们针对问题 大亚农会去跨村口空空 再来物丰农会去跨村口空空 再来 农粮署 不要让主委不了解 农井农会空空 我们可能不会完全 东西的去讨论 所以你是农业的执行专家者 农井区农会康康 主委你知道吗 一个农会在肥料 竟然它的储存是康康 你知道吗 为什么会康康 你是专家 为什么他们的库存 所以主委 是因为在之前 我谢谢你 刚刚告诉我 大弧度的强购 台中市辖区 实际所需要的肥料 请并速提供 您刚才说 全力提供 我要谢谢你 我跟你报告 从这个礼拜开始 所有的农民采预购制度 什么叫预购制度呢 我政三 我未来一复 一个月要用多少肥料 他到农会去登记 农委会这边保证 每个农民都可以拿得到 而且我们会依照 本席希望看到你这样的制度 因为你用预购的话 本席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实际的数字 因为口罩何时了 我们也希望肥皂迅速解决 我们是真正讨论问题 所以本席在提问 一定会告诉你相关的资讯 我们希望真正解决民众的问题 因为你对农业是了解 所以不要再随便卡一个帽子 本席绝对不接受 第二项本席要跟你讨论的是 我们的这一个农民保险的退休给付 我也曾经听过 主委您说过 农民退休年金的法案 期望在107年送行政院立法院的一个审查 最快在108年的1月份来执行 那我也了解 因为我们以农立国 我们大家都尊敬小孩 我们都很清楚 农民很辛苦 所以但是我又看到保险的体制有所不足 因为什么呢 农民可以选择两项 第一个农保 但是农保没有退休机制 那第二个国民年金 但是国民年金里面 没有他的一个 这个职业灾害的一个协助 所以都是不完整的 所以我本席听到您曾经说过这一句话 我非常感动 那请问现在的进度呢 各位委员报告 农民接览保险都已经全面上路 只要像台中很多青农 他没有农地 他也可以加入农民接览保险 这个是本席在上上届所提出 对 这是第一个 本席要跟你讨论的是 退休机制 退休年金制 你针对本席的问题回答 你不要帮我宣传 那个是我上上届做的 谢谢你 那本席再次请教 农民退休制度 退休年金制度 到目前为止 你的进度是如何 送行政院 那尽快在这个会期送到立法院 希望可以在这个会期 来通过这个农民的退休制度 这个月要送行政院吗 是 农民要送行政院 请你也把你们的版本一份给本席 没问题 包括草案跟辞职的内容 对 我们好好的来推动 是 因为照你原先讲的 108年1月份要执行 已经慢了一年多 那我也愿意 我们一起继续来推动 是 我欢喜听到这个月底要送 请将草案来送交给本席 我们一起来帮他完成 所以我的结论是 我们是以农立国 随着时代的潮流 那这一些农业培养的工商业 在面对农业慢慢凋零的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政府要回馈 来照顾农业农村跟农民 当然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 所以这一项 农民退休年金 是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环 所以在追求公平公正正义 以及所得重新分配 推动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 刚刚您取下的是 希望在这个会期要完成 我们一起完成好吧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各位请农委会的陈主委 来请陈主委 主委你好 因应肺炎疫情的影响 农委会现在有什么 因应的措施没有 各位委员报告 我们有全面的措施 第一个纾困 包括原住民 要是从事农业生产的自然的 你有35.57亿 35.57亿防疫纾困的经费 那我现在要问的是说 你们那个国际的会议 国际的活动 将来有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其实我们在一个多月前 就已经有开会讨论 我们都配合中央 那个疫情指挥中心 这一边的要求 所以国外的活动 有没有取消或者是延期 那个我们大部分 以今年来讲 跟国内 国际活动有两种 一种是我们出去参加 一种是在国内举办的 像今年在国内举办 最大的三月初的 坦坦的国际兰华展 还有台中市政府举办的 世界兰华会议展等 这些都取消了 因为刚好在这一个 比较大的活动取消 国际的呢 那我们去国外参加的国际活动 像本来三月初的 日本东京食品展 那也完全的取消 那其他的比较 国际会议都是延期 或者是取消 但是有些 那是在之前 大概一个月前 有一些逾越的协定谈判的 还是进行 但是现在 从大概三月初中以后呢 很多都陆续取消了 好 这个我想说 你们要做一个因应跟调整 国际组织跟国际会议的活动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想请教一下 那这个农业改良场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啊 农业改良场 各位报告 我们这里有17个厂市所所在 所有的农民 遇到的实际的那些病从外问题 那些技术 那些推广 全部都是我们改良场同仁来协助 他们几乎是整个农业最重要的一个 整个协助农民最重要的农委会里面最重要的单位 你那个农业技术的精进跟改良 这些做法 这些措施 有没有让原住民社会 我们那个原住民的农业的发展 有没有贡献啊 当然有 跟委员报告 除了之前的农业 你敢哪一个 哪一个农业改良场 对原住民地区的贡献 请台东改良场 陈厂长讲原住民 那个台东改良场 未来 花蓮跟台东一起 我跟你报告 未来在农业委员会变农业部的时候 台东改良场 要变成是以原住民为主的 整个的这个改良的这个部分 他在推动红礼 我请陈厂长这边来做 红礼那个推动红礼啊 简单答复一下 是 孔委员 在台东的话 红礼现在在南回县 它发展得很好 那台东南回县呢 它是一个比较贫瘠的地方 那我们台东呢 把我们的小米 还有树豆台湾里 好啦 那个有照片 有把这个 你们研发的这个 精进改良的这些措施 有让我们原住民 我们花蓮还有花蓮 那个杜厂长 他也跟原住民很有关 是不是也可以让他讲一下 这个杜厂长是花蓮的吗 是 孔委员好 那其实在原住民的保种方面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这几年 那同时以外 在原住民的这个作物方面 他们从机能性的来做探讨 跟做研发 这方面我们也 也协助很多 那还有说 各个 那个乡镇公所 他们要办理的这个 讲习 这个都是我们在做协助 好 主委 我想挪业改良厂 跟农业实验所 他们现在在原住民地区 我们原住民社会了解的不是很多了 那对于原住民地区的农业发展 有没有贡献 这个是见仁见智嘛 那我认为 贡献很小啦 没有没有 贡献非常重要 因为原住民所有的那些农业的生产 像刚刚两位厂长讲 都是我们改良厂去协助的 但是农业改良厂比较是属于研发的单位 没有 技术推广 技术推广 但是有没有 有没有推广到原住民地区 这个我存疑啦 有有 我现在请两位厂长来做补充说明 那这个这个我要 我要资料 不用再说明啦 好 那个有 有机农业促进法在108年 5月30号通过之后 对于原乡筹设 有机农业促进区 这个进度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困难 我是不是请农业署 胡思乃跟你报告 是 报告委员 事实上有机农业的推动 在原住民地区 是最多的 那目前没有其他的困难 我们很高兴 因为原住民地区啊 配合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们在那边 辅导的话 我们觉得非常有 好 署长你直接讲一个 那个对哪些什么区域 是什么样的区域 有机农业促进区 大南澳 大南澳地区 大南澳地区 是 那那边你们怎么样的协助 我们就是在 在从开始 整个区域的规划 然后一直到辅导 他们生产 生产之后包括行销 所以整个过程的产自销 那包括 相关的冷藏设备 还有这个卡车等等 都给他们完成 这个我要资料 好吧 是可以 我要资料 把那个全国 原住民地区 我补充一下 刚刚鼓势长讲的 不只规划 原住民的话 每一公顷 做有机 我们给三万块 他所有的验证会用 农粮署这边负责九成 那 发动全额 发动是全额 那你看 所有的验证会用 农民都 原住民都不用出 这个你们都有做 但是我们原住民地区 到底 到底知不知道的问题 好不好 要多宣导 好 智慧农业 你今天有讲智慧农业 智慧农业已经迈向4.0了嘛 是 那我们有一些课程 来辅导许多农民 还有中小企业 还有农场 那智慧农业 在原住民部落 有没有推行智慧农业 有没有相关的 我大会请 科技处 那个王处长跟您报告 但是我要特别跟我委员报告 我们农委会的科技预算 一年才四十几亿 占整个一千多亿里面 其实比例不高 但是是反而可以拿出亮点 甚至在国际里面呢 不管在发表 在整个应用里面是最亮眼的 那这个部分再请委员 或许可以多支持 智慧农业对原住民地区的农民 有什么贡献没有 我们智慧农业 最主要推动的就是 在智慧生产的部分 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的农业的生产物 比如说在高冷地的茶叶 那茶叶的一个生产的技术 我们也有做一些改进 然后那个在山区比较容易有气候的影响 那我们在广设很多的气象站 我们也可以让农民几少去应用一些气候环境的变迁 这个如何扶到原住民推广智慧农业 那这个部分我也需要资料好不好 这个其实我们推广智慧农业 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是比较前面的 刚刚你提到的各区改良厂 尤其是台东厂的部分 对原住民作物的生产有很多的提供 那我们未来会对一些我们国产的农产品 有加值作用的我们也会强化 请那个林务局跟融联水利处好不好 那林务局这边的问题是 我们那个林业发展基金 到目前为止 你们说要等言明会的回复 那到底对我们原住民的有没有回馈 到目前还是无解 这是我去年最强调的 这个我们将来要怎么做 局长 原民会那边他其实一直在演绎中 因为这涉及到对这个 它是不是属于非盈利或非盈利 这个他一定会给我们 这个已经多了多久了 我报告委员 多了多久到现在还是无解 我们所谓对原住民部落的回馈 我们不会只限于这一项 我们现在跟森林游乐区周边的部落 几乎每一个森林游乐区 都已经启动跟周边部落的 而且去年一年也带给周边的部落 我希望这个林务局 这个对原住民的回馈 这个共管机制 希望主委能够关心一下好不好 主委非常积极的在关心 对 部落局长刚有讲 像我们的所有森林游乐区 大部分跟原住民这边 都已经有讨论好相关的这个回馈机制 其实委员你应该请林局长 特别跟您报告 林务局最近在推了所有的林下经济 对原住民未来再还 那个我们整个回原乡的时候 会更巨大的帮助 包括那个整个林下的那个什么 养风 你去看那个赛夏族跟长老他们 已经养到300多项 还有断木香菇 刚忘了讲咖啡 刚刚台东厂 陈厂长忘了讲 从台东地区 他在马里整个那个 金线连 对 那都是林下经济啊 断木香菇 断木香菇 这个都林下经济 断木香菇 好了那个时间有限 我最后再问一下 那个农田水利处 这个最近南投县政府 有给引领农田水利会 就是说希望能够把 信义乡的灌溉灌区 纳入福岛的范围 南投县已经没有问题了嘛 那南投县政府 有给引领农田水利会 是针对南投县的 信义乡的灌溉水浸 还没有 南投县政府希望 引领农田水利会 能够重视 处长知道这个事 我第一次听到 不好意思 有关系 那个处长很用心了 这个把我们 了解看看 仁爱乡的 全部全国第一个 原住民纳入水浸 会有范围 南投农田水利会很配合 但是引领的农田水利会 好像还是不问不问 这个希望去了解一下 好 是 谢谢 谢谢 孔文吉委员 主席宣告一下 待会儿陈明文委员发言结束之后 我们休息五分钟 那接下来我们请谢一凤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我想请主委 来请 陈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我本席知道 农委会从这个 今年的三月开始 有推出青农贷款 五年免息 对于青农的照顾 本席绝对是非常支持 那我们了解 青农的认定资格 是不是在农民四十岁以下 四十五 四十五 有提高到四十五 是不是 那可是主委 你知道 现在有很多 从我们科技业 从北部 从竹科 等等 返乡回到我们 乡下来 从事 栽种的 农民 你知道有很多吗 是 我们过去 因为这样回乡 从事农业生产的 这个数字 是逐渐的在增加 我们之前过去的统计 至少超过六千个 对 可是他们很多年龄 都超过了四十五岁 对不对 没错 但是委员 我们还有其他的 那个相关的贷款 我们的政策性贷款 从零点七九 到一点二九 都有 那个换官的 不问我是不是 请农金局 李局长跟你做说明 委员好 那谢谢委员 对青农议题的关心 那么青农的贷款 它适用年龄 是十八到四十五岁 但是去年 在主委的指示之下 我们另外在产销班 这边 我们有开放一个 四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 他一样 我们有贷款的 滴力来支援 以上 这是在产销班里面 是不是 因为 主委你知道 像这些从北部 或是竹科 回去返乡 种植的农民 他们对于 农业技术的了解 以及他们愿意更新的程度 是领先我们一般的农民的 对于主委你们 现在要推动的智慧农业 以及本席也非常重视 我们农业要升级这个部分 我相信 是一个非常有力的 就是助手 可以帮助我们台湾的农业升级 可是 在于他们 现在目前有些人 也许是家里本来就有田地 可是他们不是属于 田地的拥有者 或者是成租田地的部分等等 他们都没有办法 纳入农民保险 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跟委员报告 我们总共有 三种不同保险 他可能是没办法加入农民健康保险 那跟委员报告 如果他有领像老保 等这一些的社会福利 我们的农民健康保险条例 规定是不能重复领取 因为一个社会福利制度 我知道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比较抱歉 我的确 我在探讨的是 他们没有办法加入农民保险 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也是目前在从事农业生产 对跟委员报告 他反而可以加入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就是 像我们从农很容易 生产的时候受伤 比如彰化分死 那个薄辣不是种很多吗 那之前就有农民 因为在处理数字的时候 受伤就可以理赔 所以只要这一些 非农业部门 缓乡从农 他只要缴的是第三类健保的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可以让他加入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目前已经有超过8000多人加入了 那两者的 就是农民保险跟农民灾害保险 职业灾害保险的差异在哪里 不一样 农民健康保险就是一个月缴78块 那他只有领伤障给户15万块 或者是 那个伤障给户跟那个生育给户 那最后满65岁 在前面有15年投农保的话 就领老农津津贴 7550块 这是第一个农民健康保险 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就是农民缴15块 政府出10块 他只要在从农里面受伤或死亡 就有4种给户包括住院的部分 比如住院一天就给900块 所以这个是对农民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那如果因为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因为农业生产失望 本期是希望说 你如果对于这些真正在从事农业 而重新再加入农业生产的这些新农 希望你可以一并的让他们纳入农业保险 那你应该要有一套具体认定的办法 那还有 因为我的时间有限 我还想要看到 我刚才看到你的报告里面提到 因为这次的新冠病毒的疫情 你有补助电商的消费 你是从消费端补助他们 消费500你就补助50 应该不是说补助电商 应该是补助消费者 我们就是消费者来买 那有送这样的金 可是你了解吗 农民在就是说从事电商的发展 他们遇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在于他们农产品的运输包装上面 有很大的困难度 他们很容易产生碰撞 其实所以委员讲到非常重点了 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只有 给电商补助消费者 我们给农民贷款 或者是那个整个的振兴 相关补助都有 甚至机械生产设备更新 我们都一样有补助 但是针对这个通路电商平台的时候 我们非常同意像以彰化地区 如果农民愿意组成一个团体 那把彩后处理包装处理好 直接交给电商平台 透过这次疫情来促销农产品 我觉得这个对农民反而是正面的 对我知道 我也非常希望 本席也非常希望协助农民去 就是利用电商这个平台 去销售他们的农产品 可是问题是在包装上面 因为农民他们都专业专职在 就是农作物的生产上面 可是对于包装上面 其实怎么样子预防农作物 在运送的过程当中产生碰撞 等等的这种包装的材料 以及包装的设备 我相信农委会也应该要想办法 去协助农民去升级 然后让他们在电商的平台上面 可以有效的去 就是说运送达到消费者手里 同意 那这次电商平台 它有完整的设计 这样的一个规格的包装 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各个产地上面 这第一个 第二个农民其实现在最重要 就是因为他注重前面的生产端 采货的处理包装运输 还有能量 是农委会今年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只要有任何农产品 在产地有这样的需求 农粮署跟我们相关单位都可以来协助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在于运输的过程当中 像我们的 就是在运送的过程当中的快递业者 其实因为农产品的重量很重 还有他们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很容易产生纠纷 您了解的 所以快递业者 运输业者 他们对于农产品的运送 其实他们是有一定程度的 就是认为说比较麻烦 所以在农民在怎么样子 就是跟运输业者达成协议 这个部分 然后有一套比较完整的SOP 可以让他们的农产品直接的运送到消费者手中 这也需要农委会来协助 你们怎么协助 其实这个只要在彩后处理 做好分级包装 在那个运输过程就比较不会产生这些纠纷 所以还是要在前端的部分 把它处理好 这第一个补充说明 第二个 其实因为现在的很多物流业者 因为一粒一休的关系 有时候假日不熟嘛 可是我们农产品假日还是都要生产 所以我们现在鼓励是各个农民团体 自己合起来组成物流公司 直接来协助农民 那这个部分呢 那你也知道 主委你也知道 农民他们是专职在生产上面 你又要他们组成物流公司 没有没有不是农民 农民团体 农民团体就包括农会合作社 你请他们组成物流公司 那你们会协助他们是不是 是当然 这样的话才能解决农民具体的 那个现场的问题 还有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农业废弃物的问题 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焚化炉 都不收受农业的废弃物 那主委你怎么样协助农民 处理农业废弃物 第一个农业署这边 有补助所有像很多果树的树枝 就是要把它碾碎 所以我们有第一个 补助那个碾碎机 那你碾碎完之后 其实如果 比如说我们高雄改良厂 就有一台 那个可以制作成 那个生物碳的 那生物碳再回去 毁料 再回去 跟毁料 用在土壤上面 其实对地利是好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有跟 所有的农民团体说 如果他愿意 来协助所有的这些农业汇气物 我们农业汇气物 一年有500多万公顿 倒梗就是150万公顿 这个都是可以回缩再利用的 那我们这个是农业 农业循环经济的一环 这个反而是我们比较可以 来执行 像香菇的这些 汇气物的这一个太空包呢 我们已经有跟快速发酵 的这个技术呢 比如说在新设那边 就已经有设立 这个部分各改良厂 同等技术都有权利在协助 我们或许会把这个 也是当成今年的重点 好 那麻烦你也请农粮署 把这个东西给本习办公室 来参考好不好 好 谢谢委員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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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陈明文委员发言 好 主席请陈主委 来 请陈主委 来 请陈主委 陈主委 好 主委 我想我们每一次农委会的业务报告 我大概都会谈一下 我们嘉义县的三级的一个土地问题 是 那我想台湾的三级的一个土地问题 总类当然很多啦 那当然每一个县市都不一样 那我们嘉义县的三级的土地 大概大部分都是国有土地 那国有土地的临班地 都编定为临业用地 还有国土保安用地 或者是一些比较位置环境敏感的地区的 大概都是受到这个森林法 森林法在这个规范 有的是国有财团法在规范 那我今天要谈的就是说 那我们嘉义县 大概三级比较 比较这个问题的还是临班地 临班地有临班地结编 那国有土地当然有主要的问题 那自己不是这样而已 那还有土南地的临业 还有这个赤士隆地的临业 还有旧外博安 旧外文地丁丁丁 我想这些问题很多 包括我们期待的所谓 银肯隆的问题 所以大概嘉义县的三级的土地问题 如果要讲这是历史工业 要讲这是历史的结构性问题 但是有的事情 可以用行政处理方式去协调 那有的事实上没有办法处理 是让我们应该要做一个 前面性的法令的一个修改 那如果法令还没有办法 我是觉得我们要一次性的一个处理 我是建议这个主委 我们应该要政策性做一个讨论 所以我们为了这个要解决 这个三级的临丰地的一个 这个主委问题 我记得我在上次 在上一届我特别也提出了 这个圣灵法的一个修法 就是说一些 这个我们临丰地上面的房子 这个建物的一个审认问题 那也我们现在 在零物级还是根据 五八五二七的一个时间点 但是国有财团室 根据国有财团法是根据 八二七一一 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 圣灵法能够修改 能够比照 国有财团室 国有财团法 的八二七一一 如果能够根据这个时间点 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号的话 那基本上所有嘉义县 的这些三级的建物的审认 基本上应该 每个人这样就可以 一处做一个解决 不然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现在说要叫那些社区 那些农民 提出 民国五十八年以前的 这些建物的证明 事实上都很困难 所以我们是希望 大概 能够这样子来一个处理 但是今天 这个 这个 我们看到 这个3月5号 3月5号 我们的这个3月4号 我们林务集 花给各个林管处的一个公文 目的就是要处理 以灰迎令属用 而且无法护育造领的保安林地 这个公文是不是没有花的 机长 什么花的 没有错吧 好 那这个公文的重点里面是在讲说 建物 只要符合八十二年 7月21号以前存在 不论 有没有注于经过相关单位的审认 无碍国土保安就可以办理保安林的一个解除术语 并以解除后将土地移交给国产生署接管 是不是意思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现在就是已经通令了吗 对 现在就在做了吗 对我们一直在做 现在已经是做法了吗 就是 因为过去大家见解不一致 我们现在希望统一见解 所以现在就是 大概就是 主委 这就是农委的政策嘛 大概你这样讲的意思 当然了 你看我们任务局長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进步 很大 而且我跟委员报告 没错 因为真的是 我礼拜六才去哪里呢 去台中太平 没错 何欣存委员 快四年前 我那时候副主委叫我们去 他整个 都正疲疲 疲疲 然后我们终于林务局 因为这个要通过地方政府 没错 要解编的时候 所以我们边境委 定政府去查定 查定后来上来 我们答应他 终于到今年 他两百多公顷里面有一百零九 我们全部解编掉 然后交给国会产委员 国会产委员以后 跟农民的 这就给他们去订 资金给他们去 主委 主委 你不是在说这个事情 这位是局長在说的嘛 你是政策决定嘛 这个他是在谈的这个细节嘛 怎么在本老师 没有啦 我现在跟你讲的意思就是 我只要跟你打务说 这个是农委会的基本 就是说对三七土地的问题的一个 处理吗 是不是这是一个政策 是啊 政策把你这边没做啊 所以现在就是已经交给林路吉 现在在处理了嘛 是不是这样子 没有错嘛 所以现在就在做了嘛 好 那我要接下来 符合八二七二一的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原来我想要用森林法 的修法 的这个手法 现在你就说 你的意思是说不必了 我就直接 我就是这样子来处理 也就是说 我本来 八五八五二七 要把它比照国家参法 八二七二一的这个 这个策划 还是没有办法 把林地 这个身份 把它 把它解决掉 你现在是直接 就把他 这个林地 把它解决哦 是不是这样讲话 所以这就是一个 很大的突破哦 所以处长 局长也好 主委也好 我是 我是 我是觉得这个处理 基本上才是民进党 政府非常负责任的 对三七土地的争议问题 一处性的一个处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 这还是有一些前提啦 就像他里面写的 对地质的稳定 国土的保安 这个没问题 这些都要贴好 底下我才会执行 好 接下来我想 请问一下机长 那保安林地解除以后 就变成国有非公用土地 那国有财产史是要 带建物 现况 接管 还是土地一定要腾空才能够接管 这部分你们两个担任 有没有讨论 当然是就现况做接管 做现况就接管 哇那是很好哦 所以如果说国土产署愿意 就现况接管的话 那就是说那些82721 以前存在的建物 就可以获得活化的资业哦 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没有错啊 国土产署也预理 而且还可以起了土地的让社权利哦 是不是这样子来讲 没有它是租 它应该就是会有租约啊 不是 国产署会跟它订定租约 不是 国产署会跟它订定租约 你现在讲的是交给国产署 对 就像我们这个 奋起湖的林班地解编一样 对 交给国产署以后 国产署就是直接 让售给 它的NGA人哦 它只是取得 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利啦 对 原本是没有的 所以国产署会跟它订租约 不是让售 不是让售吗 对 我是觉得国产署如果说 进一步可以讨论的话 事实上 我们是现况接管以后 不只是换A 我们还是可以 直接让售哦 是不是这样子 这涉及到财政部 国产署对国有非公用土地的 这个使用方式 不过这个事情 闯述有一个突破 所以你们两个单位 要好好谈 如果现况接管的话 我想这是一个 非常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 所以我们是希望 这些事情 能够要落实去处理 也就是说我们 那些82年以前 所存在的这个建物的一个争议 就可以解决了哦 没有错吧 机长 诶 主委没有错吧 没有错哦 因为这个 这是很大的突破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在这里跟你问 所以 过期一直都没法解决的 58年 今天我看到3月4号的 这个公文以后 我就觉得说 大概这些事情都可以解决了 所以我回来可以说了哦 没有错吧机长 我是不是回去 是不是好好可以 跟我们家里的3G的 这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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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人讲 可不可以 是在保安林地的这个 那当然啦 没错吧 可以哦 可以哦 好 如果我可以讲的话 那我也顺便要在这里 请教主委 所以 这样是不是 我们林务局应该可以通令各个我们的林管处 积极在身上也要办说明会 这样你们都知道政府的德政 这样没有 应该是说 不是跟担对保安林啊 担对所有的林班地的管理的部分都作为办说明会 我是觉得这应该的啦 因为8271 这个事情国有才可以做 我们林务局都一直根据58521 这个事情已经困扰很久了 所以这个公文3月4号的公文是很大的一个突破 如果照刚刚机长所讲的 现况接管 那事情都能够赢人了解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政府德政 法委员 这个我们是要求各林委员主主动盘点 所以不用额外犯罪 因为我们就会主动去盘点 好 不过这个政策要讲 这个叫德政 这样我想我们这 一定要讲一下 来主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今天是我们这个 龙委会的一个业务报告 那我们 我要关心的就是 农业退休金的一个规划 好不好 好 你务局请回 那主委 我们古年到来就说农民要退休助渡 要修法 已经经过这么久了 到底有进度了吗 那委员 我今天这个简报里面有说到 我们其实已经包括内容 包括草案都准备好 我们这次拜国开箱 没了 回了 后来就上到行政院 那运长有指示会加速办理 来送到立委员 我请教你 这样你现在是什么 是我们的 我们的退休制度 我们的退休助度 我说了 他就是老农今天 是一个基本的 我现在我都知道 和退休制度 退休制度就是 农民想 可以提报六八 六八一个月 1400几块 农委会也1400几块 所以六十五月以后 他会开始领月退 这个月退的部分 他要四十月参加 平均到 六十五月以后 一个月才可以领 万八到万九几块 那如果三十岁参加 他可以领到两万五两万六 一个月 好啊那 那现在 我现在 我是五十岁农民呢 几岁 五十月 五十月 他基本上 他参加的时候 他也可以领到万一万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一定要二十五年 没有没有 不是一定要二十一年 没有 那这个五十月也可以参加 五十月 甚至六十月 够到少 够到少 意思是这样嘛 是 最很重要 最很重要 所以这个 农民的退休制度 现在是 不设年龄 也不设年线 六十五岁以下啦 对 六十岁以下 六十岁以下 就是说你六十月 我也可以去参加 我虽然参加五十年而已 我只要参加少 这样嘛 没有错吧 没错 没有错 好 志愿是 好 这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 你如果这样说 大家 现在保护的比例 都要安装要怎样 要怎样 怎样 政府部有这 六趴 農民四趴 还是政府有这四趴 農民有这六趴 还是五趴五趴 让農民给他决定 農民可以一趴到六趴 给他决定 蛤 他一趴到六趴 给他决定啦 用两千 两万三千几块的 基本工资 哦 他只要六趴就一千四百几块 对 同一会 一个月就给他一千四百几块 相对提拨 所以一个月就能够 两千八百几块 哦 所以我们如果决定 我要缴一千四百块 就是 六趴 政府就是 补这一千四百块 对对 大概是对等 补这 对对对 就让你自己去选择 对 你要缴到六趴 六趴 补那些就对了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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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 好 一分钟 那最后我要就 那这个方案 大概 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拍板 我们希望可以 尽快送到立法院 在这个会期里面 如果委员 什么时候嘛 我要知道一个时间点 我们下礼拜 就会送到行政院 因为行政院 还要做法制的作业 那送院 行政院会 我们会尽快送到立法院 下一次的我们的会期 能不能审到 这个会期啦 这个会期就可以审到 当然 当然 好 这个会期就可以审到 因为 因为这一期 这样啦 我想我们一直在 我们上一次一直在希望的 就是老龙津贴的问题 是不是能够修法 你们就跟我说 农民退休金的助度 这样贴得更好 是啦 所以老伯 我们也是这样 最好我们也跟老百姓 说服了哦 最后人家接受了哦 所以这个退休制度 要赶紧 拍案决定 好不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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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休息五分钟 你要问的这个东西 因为他们还没有送行政院 而且立法院要审查 所以你应该在审查的时候 再详细问 一送法案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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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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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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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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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怎麼知道 他沒有相關的證明 包括沒有養單 他要交款 覺得很簡單 那我們去幫他忙的時候 你覺得銀行都會聽我們的嗎 我覺得不盡難 那既然這樣 剛才主委講的 我們如何能夠落實 就在看你們的工夫了 忙這點出來 又看有吃不吃 真的 現在很多產業 大家還在餐 都說啊 政府說我們可以紓困 我也帶不來 要紓困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啊 很多問題跑出來 我覺得說 署長 既然你擔任這個職務 我也知道你很用心 應該要更加積極的 去了解很多太陽 好不好 謝謝委員 我們會到現場了解 看要來給你們到三天 好 OK 委員報告 早會報告五點 委書長開會 要求所有的部會 包括我們農委會 農業金庫和農金局 針對所有困困 我們會用最快的效率 所有的行政程序簡化 甚至開專線 我在這裡報告 我每天都要開會 討論 甚至我要要要求說 只要認和辦不辦好 一個確定的方法 我也能處理 所以我們會依照 就是所謂的一路軍戰跟立竿建營的這個方式 全面去執行 好啦 我都知道我們都很用心在做 但是我們在地方上 我想不只是我在這邊的蘇智雲委員都一樣 都有碰到很多實際上的問題 那實際問題就是八成所請到的 我們怎麼要幫他解決 因為這種案件實在是有很多種樣態啦 但是我們聽到的就是說 剛才八成都會說 政府說的說一堆 結果實際做的我沒辦法得到 我沒辦法去感受到 所以這一點我是請主委 我們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我們都知道我們該去照顧 我們也一定會照顧 但是實際的溝通 實際的成果如何 真的需要我們行政單位要多出一份心力 這樣好不好 沒問題 就小議員建議 OK 謝謝啦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還沒有到 但是我會不會請我們那個陳天壽的意思 請他通知一下 今天是農委會主委的 我請他來 我就想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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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不主意 你人是都要問主意 沒有人 沒關係啦 我就請他來 我再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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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好 我們接下來請蘇智芬委員發言 主席我們是不是請主委好嗎 來 請陳主委 主委 每一個縣市的話都有不一樣的問題 是 我想就叫主委一個問題就是 休於獎勵啦 我知道休於獎勵這個問題 大概去年就開始談 沒錯 去年就開始談 那麼 在去年9月1號到今年的8月31號的話 正式的話就是 要達到270小時的話 出海坐月時事的計算方式嘛 是不是這樣 沒錯 而且我們還要提高獎勵 對 我現在要跟主委幫你提醒一下 當然你再看一下 我昨天的話就親自去 去我們那些海口的地方叫四五三條輪 我在那裡昨天氣候相當的好 那麼昨天氣候相當好的話 我就問那個海巡署 我那時候站在那邊的時候 那是四級 那麼四級的話 就國際標準來講是和風 但是呢 就什麼 比如說是我們說 海面的情形來看 比如小波就見高 那波風的白沫就見多 那麼我從四五六七八 我就把資料調出來看一下 我們把四五六七八調出來看的話 好 如果是四級風以上的話 那大概有一百一 就是我以去年來講 五級正風以上的話 總共是什麼 有兩百一十八天 有兩百一十八天 那如果再加上休雨 再加上休雨的一百二十天 四級正風以上的話就會達三百二十九天 主委 那我早上站在那裡 我就問海巡署 我現在站在這裡 這風什麼 這是內 這是我告訴你 這是內灣 這是內灣 這不是海 這樣 現在你看波浪這個狀況 跟外海的狀況一定又不一樣 這陣子是四級風 我跟他問說 今天有人討好抓魚嗎 他跟我說 這種四級風的時候 我們不會出 我們不會出去 不會去討好抓魚就對了 我只要不要說到四級 我就用五級風來講 四級風的話 約一百一十一天 那麼五級風以上的話 就五六七八的話 有兩百一十八天 那麼我用五級 五六七八來計算的話 如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減掉兩百一十八天 你看看 剩多少天 如果你再加上一百二十天的話 用四級風來計算來講 是達到三百二十九天 所以剩三十六天 你要剩三十六天 你要剩三十六天 你可以脫海抓魚來講的時候 你看看 脫海抓魚來講的時候 要達到你兩百七十個鐘頭 事實上是有困難 是有困難 所以我在這裡要 要把主委拿進去的話 請你在那裡 再檢討了好不好 再檢討 我是覺得今年 是不是今年先取消好不好 再緩言 跟委員報告 剛剛我們署長有特別說明 我們剛剛的規定是全國性 但是有地方的 特殊的這個狀況的時候 那我們署長很樂意 再去跟雲民這一邊 作談 那相關的這個 規定會 因地區 來看看 主委 我就請問 署長的話 因為你剛來當余月署署長 像你比如說 這個全國性要執行 雲林縣 比如說你們的令下去 你們是計誰 如果按照這個資料來講的話 是去年的8月31號之前 就雜記嘛對不對 從九月初開始計算嘛 那這樣吃的時候 我想 那個人知道嗎 我們的雲林就跟他說 他不知道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裡哪裡 關節出的問題 我們的雲林一直給他反應 他就說他不知道 再來他不知道 來講的時候 我就去調這個資料起來看 我看看這樣子實在是不行 好不好 所以這邊的話 是不是請那個主委 主委再檢討一下好不好 來主委 這個真的謝謝委員 反應地方的狀況 我們會來做 那個 來針對 實際的狀況 這邊再來做 可能的調整 來主委 離岸風力發電的話 在雲林縣 我大概用簡單的數字 那麽在雲林縣四歐外海的地方 那邊就要插八十幾 八十幾的離岸風力發電 全台灣兩百支裡頭 我們雲林縣的外海 目前就是佔八十幾 八十幾的面積多大 你知道嗎 你大概想一個鄉 四湖鄉的面積的話 四湖鄉的面積的話 四湖鄉面積的五分之是 就是風場 就是風場 你看看 最近的話區儀會 還有得標的達德公司 他也正式發文給我 第一類的話 衛達九十天出海的話 一隻抵白的倍三十萬 那衛達九十天的話 一隻抵白的倍五十萬 第一類跟第二類 第一類五三十 第二類都要五十 我現在節省時間 我們就看第三類好不好 第三類要求的條件是什麽 漁船的航海紀錄器 然後有航機的資料 這航機資料要幹什麽 證明實際 魚撈的作業 位於風場外圍 外擴2.5公里 你知道嗎 外擴2.5公里的時候 到哪裡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說的 就是中線 什麽叫做中線 那個中線的地方 就是台塑六千的大甲村 他要一天走那條中線 就對了 所以我們去旁邊的時候 不要去看中線 因為魚撈的魚網 會跟他的大甲村 會去燒比較慢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要說這就是 如果這個外圍 擴2.5公里 在過了中線以後 就到哪裡 就到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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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他說要有漁船的航行紀錄器 什麼叫做遺傳航行紀錄器 這是你們補助的 對不對 你們補助的 那有沒有強制要裝 有沒有強制 並不是所有的船都要裝 對 因為我們政府沒有要求 他們強制要裝 所以呢 你要農民提出這個軌跡的資料 第一個他提不出來 第二提不出來 第二點喔 開發單位認定可實際使用的魚劑的設備 結果我們現在發的 我們的魚劑的資料裡面 都比較沒去寫的 雜魚劑 所以那請問 雜魚劑的話 要不要算在裡面 如果按照公文裡頭的話 他是寫什麼 他是寫的 他說的時候 魚撈的作業 他說 魚業的種類 托王 刺王 刺王跟牛刺王是一樣 就托王跟刺王 就沒有寫到雜魚劑 就對了 但是有些我們農民到現在還在使用雜魚劑 可以使用雜魚劑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強人所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強人所攔 第三點用最近一年的市場的拍賣單件銷售證明 主委啊 我們的所在三條論 或是台語 或是薄料 就對了 大家討論 沒有再拍賣市場 我們要怎麼拍賣市場 就是說人家討論在岸邊 在岸邊就對了 中間就拿去了 所以哪有什麼疑惑資料呢 所以後來這三項來說 對市民來說的時候 都很難拿得到完全就對了 如果沒有拿到完全的儲料出來 你看看 第三類的甲 甲的話一百九十一萬 你就拿不到 好 餘類呢 也要滿足兩個條件 那麼收據以後要發放一百萬 這個一百萬我們也請領不到 好 我要有主委了解就是 一個離岸風力發電八十幾個 大支電視風在那裡 整個施工 那麼得標的廠商跟我們講說 他預計是一年兩個月 我說不是一年兩個月 我判斷你的話最起碼要兩年 那麼兩年的話包括海域的生態 魚類在回遊回來 他在找回他自己的原家的時候 他在回來 前前後要多久的時間 那會不會影響到移民之後 當然一定會影響 那時候也知道 好 你看看 第一類的話領個三十萬 第二類的話領個五十萬 第三類呢 我們怎麼樣 強人所難我們都領不到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農委會這邊你的主張是什麼 所以就是很重要 再來來說 我們看 CTR 我們都說是碟牌就對了 CTR的話 CTS CT0 CT1 CT2 你看看 你看看 你走的時候 我們那裡有海吊船 我們那裡可以抓到白鞦 再來 去年裡頭 我們還有曼苗喔 我們還有曼苗喔 你看看這個 我們那裡睡著三個海港就對了 如果說是你也沒有意志的地方 沒有人就搖去台外 沒有人就走去到金魚 沒有人就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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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不一樣的樣態 也不一樣的地方 也不一樣的地方 也不一樣的時候 他們出他的時間就對了 他們最近就面臨到什麼 第一個 離岸風力發電 還有你的休餘獎勵金的話 大家都跳起來 昨天周末 周末跟周日的時候 我就花了一整天的時間 我把他點一個枕頭而已 我把他點一個枕頭 就大家聽他們說就對了 好 時間到我們再留下一個 下一個問題再請教主委好不好 我就盡快啦 我們烤火鄉的時候 目前是有八大養殖專區 雲利縣的話 八大養殖專區的話 都是集合在口吳鄉 口吳鄉的行政區的面積 主委你看一下 才80.5平方公里 那麼八大養殖專區就佔了多少 佔了2334公頃 2334公頃來講 等於是口吳鄉面積的28% 實際上養殖的面積有1600公頃 那麼這個地方的八大養殖專區就在這裡 多少人在扣這個養殖業 好的主委你今天的業務報告的話 第18頁你提到 你提到說要推動智能 防疫的示範區 你在18頁裡頭 17頁有透過提升養殖的產業競爭力 透過專區專學專法 三大的策略的主軸 要推動智能的生產示範區 那麼目前對口吳鄉八大專區 八大養殖專區 目前沒有任何的計畫 我是不是可以針對你剛剛講的 離岸風電跟這個 智慧綠能養殖專區一併回覆 好 陶醫生的那個 那我就講我們再留時間給那個什麼 前面兩點都有共識了 30萬50萬 出來90天還是不90天 這都沒問題 第三第四個 我們會來協助 漁業署這邊會來協助我們的 綠能業者跟漁民之間的國統橋樑 就實際的漁民的 做一個特害的 我早上也有跟沈農經部長 就這個問題有談過 就這個問題談過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在參加這個幾次的協調會的時候 漁業署發的聲音 替漁民出聲的說話來說 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 沒有啦 委員 這應該不是這樣啦 我們絕對會替漁民 政出所謂的關係 讓整個綠能還可以往前走 我雲林縣我的選區 有陸翼的風力發電 我也有離岸的風力發電 那麼還有不利於工作地區啦 光電專區啦 那麼還有工業局啦 太陽冷的光電專區啦 所以我原來的地方 對賣了幾個六兄弟就對了 像這樣的時候 你這些風力發電 或者是包括什麼太陽能發電的 不管是儲學金的問題 或是可能要共存共榮 還有海洋牧場 農委會與月署 你們總是要提出嘛 提出你們的看法嘛 對不對 你們專家學者 背後你們有專家學者 還有你有水勢所 如果你們沒有一套共存共榮的計畫 你要叫漁民坐在島上 其實我們都有主動去去做所謂漁民和漁民團體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我都有在場 像你彰化那個海洋牧場跟那個共存共榮 我可以請天說副主委 主委你知道你彰化那個水勢所在做的那個示範計畫 那是規模很小你知道嗎 是規模很小喔 而且彰化的海域並不一定適合我與你的海域耶 來那個什麼 那跳到地區耶 好沒有關係 好沒有我再一分鐘就好不好 不要啦拜託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登記有三四十個人要發言 好 等一下好不好主席 你時間已經超過六分鐘了 抱歉 主席 我再跟主委談一下 你時間已經超過一倍以上了 不要這樣啦 主席 把口服相這個8加1 再多一個新的養殖專區 導入大南方計畫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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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請月署來協助 好不好 主委拜託一下 這幾個問題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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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因為我們今天登記發言的委員非常的多 那如果大家都要超過五分鐘六分鐘的話 我們實在是會講不完啦 請大家掌握一下時間真的很抱歉 好我接下來請翁崇軍委員發言 那陳超明委員發言結束之後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好 請陳主委 請陳天壽 來請陳主委 還有陳天壽副主委 今天只有陳主委來喔 沒關係啦 主委 沒有啦 我來你報告我真的 我有請你請陳天壽 啊你 副主委來 那委員博哥 現在陳秀副主委 那個主席 我們會內所有各單位 針對委員會員 我告訴你 渣完都要去臉啦 渣完都要問啦 我早上聽你的 聽你的 議會報告 我也覺得說得不錯啊 倒聲 唯一最怕是怕什麼 用人不當 所以我要跟你了解 我就是要請教說 啊到底 你用這個第一副主委 到底的能力是在對大 啊他到底了解你多少 你的政策 我要請他講一下 大家做一個評論 啊你不給我這個機會 啊 早晚也是都要問啊 沒有啦 委員我來你報告 那不可以問問 那個陳天壽副主委 他督導的部分 最好是月數 沒關係啦 你知道我是什麼時候在想什麼 啊我來講一下 你的議會報告 我都有聽 啊你的業務報告 我也知道 啊你的業務報告 你長男孩 你有想要做工作 我都可以接受 最怕是怕 用人不當 齁 啊但你出的 都是 少主義 不一定出這個 政客的 的 的意見啦 那委員報告 最怕是怕 我其實三位副主委 跟所有的出販 都認真 啊很專業 你沒有經過我 我跟他問 我才知道 他到底要請你多少 我改天 我改天 天壽副主委 來你的辦公室 不要叫辦公室 公開的場合 我一定接受大家的檢驗 我不會亂來問 委員我知道 啊我一定說 我給你 啊我如果說 你是預算的專家 你又在那個財經 啊你又為農業官來 所以 你很專業 所以 完全當然 好了 村主委 你在 要做他們的時候 你拿 副主委 做他們的時候 你感到 新政府 面對TPP 會十大的 因應對策 當然在這 當中 重點 你有幾個重點 你是談到 稻米的問題 談到稻米的問題 尤其是你說主張的 也是這幾年來 你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 我們 用 所謂的 我們的對地 就是 對地意識環境給付 計畫裡面 就是 雙軌並行的 就是保駕制度 跟 跟 對地直接給付 對 就是直接給付 在這當中 你所說的言論 主委 有要做這項目嗎 委員 其實 你也是來行的 你對中國的部分 所以政策的部分 我們是 滾動調整 所以你看 我保證 我委員 你只要告訴我說 你講過這些話 你不要不要做調整 還是你要檢視完 才叫這樣 一句話 你告訴我嘛 政策 刀方向沒有錯 繼續再做 但執行 可以更細緻 好 那OK 齁 那我們下次就來檢驗一下 你所謂的 這種 雙軌制 到底實施的狀況 跟我們 政府 的補貼 造成 國庫的相對的影響 以及 整個農產品的消費價格 到底是怎樣 我們下次再做檢驗 好不好 第一個 好 第二個 主委 謝謝 我也說到了一些 請信給我 黃金又來了 1450又來了 到底這是什麼 集會書 過去 我想啦 在你的農委會當中 你給我多次做一種質疑啦 其實感謝委員 正對這件事 我們真的是要說 要怎麼說 就是 所有農委會的招標案 都是公開透明 我生氣說 我都不知道 當時要開會什麼招標 我們都可以檢驗 我啦 做主委我也不用知道 辛苦比到沒有人 像單天修 也能幫你做這些事情 對不對 很簡單 你都不用知道 你如果會面 沒有人幫你做這些事情 你做主委怎麼做 你剛才說的 檢報裡面 封田社前社長被請 我之前 在陣內有兩個社長離開 一個是王文豪 一個是劉立營 你跟我說 網軍的事情就好啦 沒有啦 1450到底是什麼回事 如果委員報告 農委會哪有什麼網軍 都是我們所有的 各個單位 因為 沾對這些假消息 假新聞 來處理 我記得一個 加基 去年三月的時候 加基穿衫 王來 135 每台金1塊3塊5塊 這個應用到 農民的管理 所以我們就要緊處理 那個我都接受 對於 假消息的打擊 還是對農民 算是寬就算是 我覺得你都應該做 是 但是 不見得一定要用網軍 去處理這些事情 委員我來講 我們都沒有網軍 我來講 這個就是 不然我來講 你把所有 你的這幾年來的 這一些什麼 我們的 我們所有的 我們所有的 這些資料 你整理給我 不然我們要開 秘密會議 我也可以跟你打 你把所有他的 你的招標的要件 跟他執行的成果 我們來做一個對照 好 沒問題 我們從看你要 105 106啦 因為105才 已經有發報過去了 106開始到現在 每一年 我們所有的這些 招標案的相關資料 我全部都送給他 我不是要招標資料啦 我要的是 他執行的成果 跟他的提出來的計畫 你們這些都限制性招標 我也不知道 你們要有什麼人中 也都有辦法 陳一明 沒有啦 我們這些 絕對都是公開透明的 所以你包括他的成果 我來來行的啦 主委 我雖然沒有做過行政手錶 我知道啦 你跟沒有製造 這些 限制性招標 要有什麼人中 當然 當然 我不可能 也不會去 插這些 這麼有的東西 你像這檔子 招標三個月 我都不知道 你這問也不夠我這裡 你把所有的 他的 他執行的成果 跟他動作 拿出來 限制性招標 得標的那些案件 你把它拿出來 我們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來檢驗嘛 好 來檢驗嘛 我好不注意你怎麼 但是 我跟你說齁 我再請教你一下 這個所謂的海籍 所謂的這一次得標的海籍 什麼創意啊 他有兩次得標 我請教你 有兩次得標 他是跟我們的風連社 都是跟風連社做比較 結果 文委會為什麼就是 風連社都沒有辦法得標 我覺得風連社本來就是做這些事情 這就是他的專業嘛 啊 有兩次 剛好都是我們的風連社賠標 所以委員我坦白說齁 所有的規定裡面 我都尊重 整個審查會議 到這個委員 決定我都不知道 什麼是誰 特別的這個 第二 你今天如果說是 想叫你創意 想叫你創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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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叫你創意創意創意 要來做這些事情 你如果交給我我也可以幫你做 不敢啦 委員 你怎麼可能 這麼小的事情 叫你到三天 所以我們同仁都會依照規定 都去執行 因為齁 真的 因為你看 你做那幾個委員 我們的同仁怎麼會不會處理這種 我充滿問號 充滿問號 所以 感謝委員 管理質詢 而且要求我們提供相關資料 我們每天都會 我們提供完整資料 好 外界在質疑 這個就是網軍 或者外界在質疑說 這個為什麼會跟 什麼我們 哪一黨的 哪一些幹部 的住址是同一個住址 其實跟我 這樣的質疑 多難免 我跟妳報告齁 過去這幾年 全世界最多假消息 就在台灣 台灣裡面哪個部門最多 假訊息 就是在農業部門 因為很多的資料 都不是正確 其他是傷害到農業部門 往前走 甚至傷害到農民 假消息都 假消息都應該去揭發 我都不反對 對東林有幫忙的 都應該去做 是啦 但是如果說 我們今天的操作 是在 為某些人服務 或者為政治服務 我覺得 其其以為不可 當然 完全當然 你問我們社會出發 專業出發 在台銘上 我也完全同意 所以議員 我們做人 因為 要留下所有的記錄 我們連工得好 我們在這裡 收責 一切都要公開被檢驗 我當然 絕對不會 所以我 我是希望 接下來就是 來檢驗 你講過的話 跟實際上 執行的情形 都可以做檢驗 尤其是 今天你希望 你的副主委 來做檢驗 他的主委 到底 你是怎麼這麼信任 不然你也知道 對吧 最後一點 你這次對G7年 跟非G7年的補助 這是臨時增加的吧 如果委員 因為 真的浪民 為甚麼 這次的 是真正自己 就要推好 改天射線的 其實實際上 這個部分 我們慢慢的放寬 每年的時候 我們會 站對所有的農地 你這點是 講到我的心裡的話 這點是我很認同的 感謝 所有的部分 當然G7年 跟非G7年 我覺得 對非G7年的人 當然是 不太公平 但是你這邊 用五千 五千一萬 就像這些農民黨 就說 就人本這種感覺 沒有啦 委員不是啦 因為 我們是他來電機 還有農地 生產 我們才會給他 那當然啦 那基本要件 委員你連天 其實是我們的醫生 牛學館也更好 因為現在做事的人 越來越少 我對你要求就是 G7年的 這些補助 非G7年的 跟G7年的 將來農地 你要對地補助 就一式通人嘛 一年時間 我們來重新 全部調整 你調整一下 我感覺你 整個錢 既然要補助 對農民 最非G7年的農地 也不要說 那就在噴 五千一萬 我覺得才有算什麼 你今天真的要幫忙農民嘛 對地補貼嘛 你非G7年了 你也慢慢的就 像G7年一樣 這樣去補助嘛 非常不一樣 他第一年先用三十幾億 明年 我們再來 辦理 當然 這大中間 你做主委 做副主委當中 AMS的 變化 的情況 我要來請教一下 我在查 如果我在查 你的那個 稻米外銷市場 拓展行銷計畫的內容 我想進去看 為什麼Google都查不到 我 你如果需要 除了我們可以收你 AMS是誰有WTO 我們是 我知道啦 我也要看一下啊 沒有問題 我會想看一下 有些東西 為什麼在Google裡面都差不多 都空白 是什麼原因 那我們會送給委員 但是有些 屬於國際資料的 再給委員參考就好 不要外洩 我知道原因啦 我怎麼知道原因啦 所以你剛剛講的 學者跟政府的官員 不見得完全一樣啦 謝謝 好 謝謝 來 我們請陳昌明委員發言 齁 陳昌明委員發言完之後 我們處理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臨時提案 等一下 好 嗨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歷史官員 大家好 首先有請我們農委會 我們的陳主委 來 呃 對不起我先宣告一下 呃 出位啊 呃 出位啊 好 不好意思 我要先宣告一下 因為我們呃 等一下處理臨題齁齁 那主席宣告我們十二點半 十二點半我們會休息半個小時 讓大家用餐 那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繼續開會 好 好 謝謝 謝謝 剛剛我聽到 翁總統委員執行 對你的報告 他很認同 也很固定 我也是抱著相同的態度 但是我剛剛中瑞雄委員 過來說國民黨講話 那麼搞話中 尤其對於145的人 我就對他很不滿 國民黨都講幾句話叫做搞話 你們都講就沒有搞話 你不能亂說這樣來 所以 我現在容然談到145的人 所以 我相信在座的委員 包括官員 大概你沒有買封連社的雜誌在看 我是用買的 我每一集都在看 謝謝委員 而且我堆的很高 我每一集都有 封連社有好幾種看物 對對對 他那個比較大的一本 最近兩期以前 在在談你們的疑電共生的問題 是 所以今天我很奇怪 你的1450 你講都沒有 但是我講絕對有 因為我談到15 我被六十幾萬萬民圍攻我 我談一個口罩 或者口罩套 他就全部來圍攻我 好像國民黨講錯 比較快的話 你們就圍攻 沒有1450 這個第二個問題 你這個不用回答 我的感受 第二個問題 你現在給海籍創議了 你說都沒有 所以 所以 你們今天多少民進黨 幫你做秘書 做助理 去調到裡面 幫你做助理的 有多少人 你講沒有 好 你觀話觀想 我容量要點出來 你現在海籍創議的成員 你們的假消息要透過他嗎 他比你們還內行啊 我跟你說 你的成員出來好了 我容量跟翁總經委員一樣 我要仔細追查 因為我感到現在網軍啊 實在很難講 我受害很深 你也了解 我是講實話做實事的人 所以我聽他們說 我是很無奈 你為苗栗 不用不用 齁 你給他看 1450 108年 你這個專圈 現在你們的議算怎麼長 有企劃志 序幕志 輔導志 各占20 又10% 國際科技是10% 20% 榮田水利是10% 我相信 翁委員所講跟我心一樣 阿倫多說多說話 我講的都實話 包括實物什麼 我要給你反應 改天你到跟我來一次 包括林務局 你們補置所有實物計畫多少錢 我都要調查清楚 這第一點 我一定要好好追查這樣的事情 我看過紅人社絕對比海籍倡議公司還要強 更有反駁你們的能力 這點我想要講 我真的講 紅人你們幾本雜誌我都在看 你不懂我別到 議員 我 我本來就全力 我曉得 你站在台上 他扮演很多的農業政策的宣傳 你講到 所謂的政策宣導 我照片案 那個主席等一下不給我講話 說我狗的我就死了 我現在先跟你講 我會追查這個事情 我們會主動提供給委員 剛剛你回答他 我一定很秩序的仔細追查 好 我們會提供給委員 我會像檢察官一樣 你所需要的資料 好第二點 你講到你榮業資源的維護 你講到西電公司 宜電公司 農曆公司 不適合種的 我發覺一件事情很奇妙 台南公司 砍市重電 再來 我再給你一個訊息 台原有自己的綠能公司 中華電 有自己的綠能公司 你台電 只會砍我重視 叫別人來重電 你稍等 你急 台電那麼笨嗎 台糖那麼笨嗎 他怎麼不只是綠能公司 報章雜數很多 因為我時間很短 好好下一次 每一次我都會問 好好跟我做一個專案報告 給各位委員 你曉得 這裡面藏了多少 業務簡報裡面有做收錄嗎 沒沒沒 給我30秒就好了 不然你這樣誤解 那媒體報告很多都不錯 我沒有誤解 我有研究 你不要把我打 沒有什麼砍 我們也不會允許說 如果已經有環境生態效果的 去把它砍掉重率 我了解 我了解 我要看你們怎麼維護 我要怎麼回答 怎麼來抓你們的 你不可以這樣 不亂在一起 沒有 絕對不會收 農業的發展 絕對不會收這部 第二個農業資源 那個維護裡面 這點我就跟你贊同 扣大灌區外的服務 我希望 我們苗栗縣有很多在灌區外 我知道啊 你這個還給我做的完成喔 當然啦 現在喔 像我們同一交易 你還多都是灌區外的啊 農民 農民沒水 沒種種 對對對 所以你灌區外的服務 要跟我弄好 以前沒有人管的 以前灌區外是水利署欸 因為我們這四年把它拉回 沒有拉 沒有啦 灌區就是你們 你要推水利署外 你哪裏 你哪裏就不一樣 有這個人 你要抬水利署去 有灌區內跟灌區外 我們現在把灌區外 槍出我們的責任 好灌區外 呃呃呃 處長你在後面喔 你曉得我要講的喔 好你要親自跟我看 我依依跟你點出來 要跟我完成啊 好不然你這個資料 嚇到我幫你學了勒 我現在拿這部分 我就當你告訴我 你有沒有做事 那個 雖然我們不同黨派 先要有水源啦 好不好 水源 還有藝神 農業水 好我叫你幫我做 你不要跟我說 你 你 你的 主委就說出來 他要好好做官區外的務 那一間對廟裡 那裡那個 我有節省的 那個灌溉的 那裡的相關的補助 沒有啦 你去跟我說嘛 你就下出來嘛 我就要執行你的證件 你看我多母利 你也不存在我 好謝謝 各小委員看我們的簡報 好 再來 你說的養殖建立 區域性特色養殖模式 你說 轉型為 設施 養殖 及海上相往 來來來 YES 現在台灣的第一 離岸風利 在我苗栗縣 竹南鎮完成 那這邊 把它改為 齁 那個你們叫做 區域特性 區域性 型的特色養殖專業 離岸風利 那邊有人工衣角 及天然橋很多 你們來這裡給我研究一下 轉為為什麼呢 海上相往 跟設施的養殖 這點要給我配合嗎 你們真的在南部喔 你覺得那些市民跟我們這裡都沒有照顧 相往的部分我們可以去研究一下 看那個人 好 那剛剛講的那個 智慧養殖那個設施的 是要在陸地上嗎 喔好 你如果離岸風利 那我看不怎麼樣 很好的地方 可以給你們發揮 你要下去給我參觀嗎 我沒有問題 下去遮捷的專案 好嗎 好是 還有一點啦 如果說宜港裡面 跟高市公路最接近 跟西濱最接近的 大概在苗栗縣 是 龍翁宜港 後龍宜港 燕里宜港 外埔 阿外埔漁港 後龍的我們叫外埔漁港 你現在給我設一個觀光設施 叫做廁所市場 我們已經在推動了 我現在漁業市長你下來看一下 彎下去馬上就到 沒有那麼近的地方 這可以配合嗎 這些漁港我都去過啦 我都去過 你覺得適合嗎 有些地方是有它的特色 你的漁港休閒產業也要做出來啊 是是 不要浪費好不好 是 阿這個 我會提供一些idea給你 是 因為我常常看你們的雜誌 風鈴雜誌 包括漁業遺產的雜誌 我都在看 我不會有辦法跟你說這個啦 是 謝謝 好嗎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人說謝謝 阿 阿 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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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 新冠性會員 阿今年大概你會讀到FTA 金融英國要簽訂 阿 免資免猶 你要如何去運用 跟委員報告現在所有的政策還是維持現況 我想一定會定 你放心 不然你們的三邊貿易沒有什麼成功 你們所有的 多邊協議也沒有一個地方你能加進去 你不能逃避這個問題 現在問到都沒有 已經在談了 就看你的能力 你要記得 美國每一公斤的牛肉 豬肉 一公斤五千塊 我們台灣養殖的成本 養殖怎麼樣 他是批挖叫喔 批挖叫喔 這個資訊要修正 因為現在 中國因為惠洲豬肉 他的豬價漲了百分之百 漲了一倍多 全球的豬肉市場 未來的價格會高漲 所以其實就我們來講 我們絕對有能力讓我們養豬 好啦 我聽你說 我聽你說 你現在我肯定 你把口蹄疫要排除外 這點我肯定 美國啊 整個年紀也買到那麼多 他的豬肉 中國大陸沒有進口 他整個下跌 你不能這樣說 這市場的平衡要曉得啊 是啊 所以現在很多的 國際的豬肉 就跑到對岸市場去了 因為那個價格比較高 所以我們今年同期進來 已經少了三四成 問之位 這一次的農業的絲困啊 外銷 你不要講得那麼好聽 我自信你非常困難 現在我先提醒你 我們的絲果菜 如果在這樣下 一定有很多 會這樣 那個價格一定會 下降對農民審愛也大 你要提早做應用的整備 因為你才提議 在絲困六百億裡面 你才拿了三十六億 你要好好做整備 那這裡面有兩個 你一直在推動的 冷凍鏈的物流 加工的計势 但是還有電商平台非常重要 你要在這個時候 趕快把它建立下來 才對農民有幫忙 不然你一定會面臨到很大的問題 這個謝謝委員建議 完全同意 所以我們現在電商平台就在做了 你不要說我要燒東南亞 你都把我燒掉整 東南亞的水果現在也做得不錯 你的社會是本社米國 社會是澳洲 你們都是補貼自己的 你不能說用補貼 這是整個 我現在是說 我感覺你人很老實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準備好 好 謝謝 好嗎 我們主席站到阿久了 我不好意思 我還有很多問題要請教你 還可以說嗎 沒有 還是我幫你補貼 你告訴我 沒有 好啦 好啦 好嗎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現在要處理臨時提案 請宣讀 臨時提案第一案 建議農委會會因應無案肺炎 疫情未避免特別預算虛實浪費要求 農委會就特別預算編列明細及辦理行程 每個月向立法案請請委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陳超明委員等人第二案 鑑於嚴重特殊傳染病肺炎影響引發部分農務恐怕買不到肥料 請農委會兩週內嚴禮肥料配售方案並向請委會提出書面報告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第三案 要求農委會將今年1月起至6月止每一場海外促銷活動之出席人數 要求促銷成果 向每月向立法院請委會提出書面報告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第四案 會落實穩定農業經營要求農委會因加強提供農民氣候調節 調試生產預測市場價格及栽培管理等農業風險管理相關即時訊息 以因應極端氣候改變變遷及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等衝擊 提案委員楊瓊英等人第五案 農委會因積極推動向現行之產品補貼及天災救助等措施 以協助農民建立風險管理觀念提升其災後復根復養能力 確保我國農業永續經營 提案委員楊瓊英等人第六案 會提升農民經濟安全原要求農委會因應 照財政紀律法等規定於兼顧政府財政負擔下 持續推動農業天然災害保險相關措施 並強化與城保險者業者協調溝通 累積開發農產品保險所需統計資料及專業勘損人員 以逐步完善我國農業保險制度提案委員楊瓊英等人第七案 會要求農委會因參與國土計畫法及農業發展條例等相關規定 全面解釋我國農業政策及盤點政府投入資源 會落實保護重要農業生產環境與基礎設施提案委員楊瓊英等人第八案 原要求農委會對 原要求農委會這個休閒農業旅遊電子票卷 依試用範圍分放寬讓更多農民可以受益 而不僅止於觀光休閒農業這個項目提案委員廖國洞等人第九案 原要求農委員透過行政協調環保署針對荔枝春巷進行整體之防治提案委 協議縫等人第十案 原提案要求臺肥公司務必依照合約維護特約肥料行的權益 以降低薪送之可能性 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第 提案委員陳明文等人第十一案 原提案要求農委會於2020年底 將茶葉桶甘及葡萄等品項 納入農業保險提案委員陳明文等人第十二案 提案委員陳明文等人第十二案 原提案要求農委會於2020年底 將茶葉桶甘及葡萄等品項 納入農業保險提案委員陳明文等人第十二案 農業委會所辭職各的農業改良廠及農業試驗所各分所 針對原鄉農民反應無法有效 請農委會於兩週內提供本院經濟委員會書面檢討報告 提案委員恐問及等人第十四案 有介於有機農業促進法及其執法於民國 108年5月3日公布實行以後 有必要讓原住民族了解 針對上行請農委會於一週內提供本院經濟委員會書面檢討報告 提案委員恐問及等人第十五案 智慧農業是否有在原住民族部落推行 是否有相關資訊與課程經費易住 原住民地區有多少資訊如何分配到原住民去農委會 如何輔導原住民推廣智慧農業的概念 原民如何獲得更多課程與資訊 請行政院農委會於兩週內向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出專案 檢討報告提案委員恐問及等人第十六案 原要求農委會積極推動退休年金制度 及建構農村社會安全網站 技術完成農民退休年金法案 提案委員楊瓊英等人第十七案 據查至107年期 行政院農委委會辦理加強 媒體農業傳播計劃以來 海籍創意代理股貨運行公司已聯繫得標 請行政院農委會於兩週內向本院經濟委會提供107-108年度 加強新媒體農業傳播計劃辦理效益及成本分析 書面報告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第十八案 鑑於1450網軍爭議至總統選舉以來 迄今人尊擾社會 請行政院農委會於兩週內 針對108年度加強農業訊息應應對策計劃辦理效益及成本分析 向本院經濟委會提出書面報告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第十九案 原要求行政院農委會因盡速與前政與港相關餘會公會溝通計劃內容 全力向行政院爭取通過修改後之前政與港中長城計劃 提案委員賴瑞蓉等人第20案 原要求農業委會應於一個月內向經濟委會提出 漁業相關法規財罰還罰金納入漁業發展基金之法規研議書面報告 提案委員賴瑞蓉等人第21案 截至108年6月底 委員工會償還約新台幣十億六千餘萬元 上有本金約新台幣十億八千餘萬元貸款 仍需償還造成該會沉重負擔 故言要求行政院農委會應針對該會檢傳代償金 給予積極的協助包括給予政策性的輔導 協調相關部會給予政策上的協助及協調相關單位 予以檢傳代償金的協助提案委員賴瑞蓉等人第22案 農委會一因競速 引力推出國內旅遊行銷輔導方案 協助休閒農業度過此難關 提案委員陳亭妃等人第23案 針對武漢肺炎影響導致租價低迷 受影響原始禁請農委會提出紓困振興方案 於一週內提出行銷平台方案 提案委員陳亭妃等人第24案 針對武漢肺炎侵襲影響導致菜價低迷 建請農委會一個月內提出短期輔助措施與行銷平台方案 提案委員陳亭妃等人第25案 會強化農會財務體制落實慰勞基層員工 並給予公平獎金 因確認農會員工績下獎金發放 均一農會員工績下獎金合集要點播集 建請行政院農委會於一週內 積極檢討上述情形與書面報告 提供立法院經理委會提案委員蘇智芬等人第26案 建請行政院農委會於一週內提出打造 口胡香智慧養殖產業園區之大南方 大南方計畫詳細內容提案委員蘇智芬等人第27案 建請行政院農委會 嚴理於現行申請農業用地農業設施 容許使用審查辦公室第13條副表 依徵列農事副產部資源化處理設施 以立農業事業廢棄物能就地進行能源化及材料化使用 提案委員蘇智芬等人第28案 建於自業性修於講義辦法中 行政院於一個月內提出 檢討新增作業時數270小時之必要性 考量雲林地區漁港港灣實際可行出海狀況 將檢討內容提送書面報告給經濟委員會 提案委員蘇智芬等人第29案 建請行政院農委會 漁業署積極發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 協助漁民與允農公司達成漁業補償協議 務使漁民權益受損 一個月內將相關檢討報告送交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案委員蘇智芬等人第3案實案 評估以地養老子可行 原請農委會洽經濟部財政部經管會 農業金庫及台塘公司等單位 共同研究以地養老子可行性 於兩週內相 於兩個月內相 立法院經濟委會提出 退休農民基金機制來源規劃與實程 書面報告提案委員邱毅營等人第31案 農業目前缺工許多農友常會 意識到自己是雇主身份 因而常不知情走入觸法邊緣 農委會應邀請勞動部 因共同協商尋求可解決方案的配套措施 避免後續衍生諸多問題一個月內 提書面報告與本院經濟委員會 提案委員邱智芬等人第312案 109年1月起中國爆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全球各地區陸續疫情擴散交通運輸受阻 貿易及消費檢縮 在短中長期內未來可能還有哪些農產品 出口項目將受到影響 影響幅度為何具體措施為何 以上請農委會於一個月內提出相關評估及應應策略之書面報告 提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提案委員邱智芬等人第33案 請行政委農委會就黃栽芝預應提出相關對策及預先部署 於兩個月內提書面報告 預應計劃與本院經濟委員會提案委員邱智芬等人第34案 請行政委農委會針對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之中有關森林經營之部分 延期合理草案提請環保署拆產並於兩週內回復本院經濟委員會提案委員邱智芬等人第35案 建議森林大火及人民財產安全盛據 請行政委農委會盤點並提檢全國領導及森林作業到 將前開道路之狀況予以分歧統計並提出修復之過 予三個月內向本院經濟委會提出書面評估報告 提案委員邱智芬等人第36案 原建請農委會在一個月內引領修正相關規定 使實際耕作者回歸於一般農保申請一樣在農會 讓更多實際耕作沒有農保者加入農保和農職災保險提案委員邱智芸等人第37案 行政委員農委會及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因研議 將洋蔥天然災害補償 改列蔬菜類第一項 比照番茄彩色提案局青蔥將美工頓補助5萬元 以保障充容權益提案委員 陳超明等人第38案 行政院農委會及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因研議 以特列災區方式提供充農零利率的利息補貼 研議設置洋蔥特別作物保險機制 並分成洋蔥育苗天然災害保險及洋蔥生產收入保險兩大項 提案委員陳超明等人第39案 請請農委會針對近五年來 迄今有關各項農產品收購之詳細資料 並說明近五年來AMS之變動情形書面報告送交 立法院經理委會提案委員翁崇軍等人 第40案 第40案 請農委會針對其所編內近五年來 迄今是相關農業報告行銷或傳播計算 計畫預算一個月內提出 執行其年及成效成果書面報告送交立法院經理委會被查 提案委員翁崇軍等人第41案 建請農委會針對非基期年之農地各項補助 比照基期年之農地各項補助辦理 如經費不足您建請以各項補助二分之一的方向 逐步調整至兩者一致 提案委員翁崇軍等人 宣讀完畢 好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處理 來 請問第一案行任單位 好 跟主席報告 我們第一案那個委員的同意就是三個月 因為這個是所有的立法院在武漢特別條例裡面的要求 都是一律三個月 好 來 我們第一案就改成每三個月向經濟委員會提出順便報告 有啦 陳昌明委員有同意啦 好 謝謝 好 來 第二案 同意 好 第二案招案通過第三案 我們是不是也一樣改三個月 對 已經跟陳委員報告了 好 來 陳委員可以齁 好 來 第三案我們改每三個月齁 來 第四案 同意 好 第四案招案通過 第五案 可不可以在後面刪除那個產品補貼及這個五個字 那也跟委員這邊來做說明過了 好 來 等一下 再聊一下 在哪裡 第五案齁 在那個 第一行 歐遠 在第一行 農委會應積極推動現行之天災救助等措施 那 因為產品補貼的這一個部分呢 是在我們其他的那個 那個相關單位這邊來辦理 所以是不是可以把產品補貼及這個字眼拿掉 而且這個也避免齁 那個WTO說我們政府在對那個 沒有啦 這個議 沒有啦 沒有啦 一萬 好啦 我們是不是就照農委會的建議好不好 好 來 我們就照這樣修正通過 來 第六案 沒有啦 沒有啦 來 第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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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好 照案通過 第七案 同意 照案通過 第八案 是不是最後修正為 要求農委會 要求農委會讓更多農民可以受益 好 最後一行嘛 那個 有跟那個胡導處這邊 有跟廖委員這邊來 對對 這邊 好 來 照修正通過 文正修正 有有 有跟我們說 說明過 好 來 第九案 有啦 有跟他講過 沒件 同意 好 照案通過 第十案 同意 照案通過 十一案 同意 照案通過 十一案 照案通過 十二案 同意 照案通過 十三案 嗯 呃 是不是可以改成一個月 一個月的書面 好 來 我們就照照修改 好 今天好不好 好 謝謝 同委員 好 謝謝 同委員 第十四案 同委員同意改 同意改兩個禮拜 好 我們就照修正通過 第十五案 三個月要改 十五案 就是改一個月 然後 書面報告 好的,這樣修正通過,第十六案 同意 好,這樣修正通過,十七案 十七案跟陳委員報告過改一個月 好,然後第十八案 第十八案 第十八案也是跟委員報告過了改一個月 好,那我們就照這樣修正通過,第十九案 我們同意 好,這樣修正通過,二十案 同意 照案通過二十一案 同意 照案通過二十二案 同意 照案通過二十三案 二十三案是不是把那個刪除平台 那一週改成兩週 停飛,可以齁 好,來照修正通過 我跟陳委員報告過了 好,二十四案 議員報告過了改兩週 好,第二十四案已經 和我們陳委員的同意 從一週改成兩週 好,來照修正通過,二十五案 同意 同意 好,照案通過二十六案 二十六案有跟委員報告過 就是在文字修正 建請行政院農委會協助口吳相供所依 一個月內提出打造口吳智慧養殖專區 這個剛剛有跟委員報告過 好,來照修正通過二十七案 同意 好,照案通過二十八案 同意 照案通過二十九案 同意 好,照案通過三十案 同意 好,照案通過三十一案 這個部分要跟主席報告 因為沒有跟委員碰到面 但我們建議說 後面於一個月內提送書面報告的部分 是不是改兩個月 因為這個還有法制作為相關要是做研議 來,邱志偉可以嗎,邱委員 好,來就改兩個月 好 來,第三十二案 跟委員報告那最後一段應該是以上請農委會 對,我們剛剛宣布的時候已經改了 對 好,謝謝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就照案通過 好,三十三案 三十三案建議把那個最後第三行那幾個藥劑的名稱刪除掉 因為化學藥劑的可能會有增加或刪除 所以這個部分建議不列出這三種藥劑 指出化學藥劑的準備是否充裕 是的,有跟委員報告過 好,我們是不是照這樣修正好嗎 邱歐志偉委委員 好 照這樣修正通過三十四案 同意 同意 好,照案通過三十五案 同意 好,照案通過三十六案 同意 好,照案通過 欸,三十六案是我提的 你們不要隨便喊同意 我們回去研議 這個是很多青農在申請那個農保資格 你們真的要認真的去研議 不要一直放在改良廠 所以你如果同意的話就要趕快去執行 是啊,你不要親切趕快化同意 三十七案 是,三十七案我們是希望說是不是給我們時間 因為目前啊 目前它要從三點六案提高到五萬塊 其實整個成本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就天然災就是分成三級 從兩萬 從兩萬四三萬六到五 那現在要把洋蔥三萬六把它提高為五萬塊的話 其實因為第一級的五萬塊啊 那個是要... 那個成本比較高 而且比較費人力 那一個月好不好 一個月...好 不然我們一個月... 廖委員可以嗎? 好 那就給你們一個月時間研議 好 好不好 那再跟委員會報告 趙家人修正通過三十八案 不會有啊 不會有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比較那個... 那個... 剛剛才提出來 所以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底下的修正 在那個... 倒數第五行的時候 提供充容低利率的貸款 因為我們不可能提供這個零利率啦 那這個有特別跟陳昭明文這邊來拜託 那他也同意齁 那第二個是不是可以把它修正成讓農委會去 研理相關的農業保險 以落實照顧農民權益 做這樣的文字修正後面的... 因為他這裡已經有把它洋蔥特用作物保險 這個字眼寫在這裡會跟我們現在在推的各種保險 會把它框住啦 因為我們現在的保險是有各種不同的樣態 所以是不是直接把第二... 後面就是由農委會研理相關的農業保險 以落實照顧農民權益 那...做這樣的文字修正 好,來 蛤? 有,有 啊,委員出去了 嘿 好 好,來,我們就照這樣的修正通過 39案 呃...39案的部分 剛剛有請示過這個翁委員 那我們把倒數第三行 我們增加文字把它寫成 說明近五年來提報WTO之AMS 好,來,照這樣修正通過 是 好,來40案 好 你現在提報給那個WTO的 其實有很多你都沒有放進去 就是AMS 不然,照過倒農為主啦 把我們資料會... 照過倒農,我不會跟你公布啦 對 我不會來公布的資料 但是你兩種都要啦 我問資商那種當然是這樣子啦 好 好,來,照這樣修正通過 來,第40案 好 我來夾媽媽要嘛 我來夾媽媽 40案,剛才有跟歐委員報告過 改成兩個月提供資料 好,來,照這樣修正通過 第41案 好,同意 好,照案通過 好,來,那個... 臨時提案如果有文字修正 我們就授權議事人員整理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賴瑞隆委員發言 好,謝謝趙薇齁 請那個陳主委跟這個余月署 然後張署長 主席再宣告一下齁 邱智瑞委員發言之後 我們休息半小時 讓大家用餐 好 好,謝謝 主委辛苦了齁 謝謝 我想這段時間特別辛苦了齁 我想謝謝主委這段時間的那個... 那我想我還是持續的關心 這個前鎮漁港的改造齁 上次也很謝謝主委跟署長 這個大力的來支持前鎮漁港改造 那院長跟院長報告後 院長也很快的到前鎮去看齁 那...院長也說了齁 這個前鎮漁港的改造的方向 其實可以跟東京的豐州來學習啦齁 要學到不容易啦 因為豐州確實是花了相當多的資源 但是應該朝向一個進步的漁港的方向 朝這個方向前進 我先問一下主委有沒有去過豐州市場 上次有去過一次 那主委怎麼看呢 豐州市場的狀況 呃...其實我覺得 我們不一定要完全把豐州市場 的那個套到高雄前鎮漁港啦 我覺得我們有大概跟他不一樣的一些地方 陳鎮漁港是我們遠良漁漁漁最重要的漁港 其實他不只要扮演生產 其實他也可以扮演整個市場交易跟消費的這個部分 對...就是其實生產力跟消費力的市場啦 那當然沒有要... 那個...但是他的那個進步跟現代化的一些作為 其實可以... 是...沒錯...就是他的...比如說 包括的冷鏈啦 然後市場的這個...整個貨品的這個...跟人員的進出等 這些...細節 這個反而是我們...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那個齁...主委你也看過了吧 其實...這個...非常現代化的漁港 包括他有便利的大眾運輸 包括裡面的...零售三店 包括的餐廳 甚至於他的大型漁獲的交易 其實非常的...現代化啦 不落地等等這個... 我想這個都是現代化的一個漁港要做的齁 所以他其實現在都走向了生產地以外 走向消費力這樣一個...思考啦 然後想要問一下主委啦齁 這個...目前的規劃的狀況怎麼樣 因為原先的...包括... 船員的服務中心3億跟... 魚產品物流的10億嘛齁...9.75億 原理上這個應該是院長支持 但院長說...其實也還不夠啦齁... 我們繼續要做...現在最新的規劃 主委要不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地方太重要了 院長要求我們... 我們成立專案小組 就是由我們陳天壽副主委擔任趙紀人 而且已經有開過好幾次會 找學者專家 甚至相關的團體進來 那...委員你這個部分齁... 我們有分成大港區跟小港區的規劃 小港區就是你現在畫的這個... 除了那個漁市場以外 跟後面的整個這一個... 包括那個漁工的這一個... 的那個... 呃... 員工的那個... 服務中心齁 還有那個謝宜區漁獲倉庫這些 小港區全部都會畫... 規劃在一起齁齁... 初步... 跟委員報告齁齁... 我們的預算可能會您剛講的... 好幾倍... 30億... 但是我們要跟... 我們實質的內容是這樣 我們要跟院長做完簡報之後... 確認了... 那我們就會來... 所以現在初估可能會是30億左右來做這個... 小港區的這樣的一個規劃嘛齁... 希望可以爭取到... 那是小港區而已喔... 對... 後面大港區我們也希望同步... 可以來辦整個移撥... 其實你要再把大港區規劃起來... 那才會更完整... 但是小港區是先走... 因為大港區... 它牽扯到既有的... 200多戶在那邊... 乘租... 經營各種漁業相關的... 不管是販賣我們的漁產品... 對... 或者是... 那些的機械工具等齁... 那我們小港區是要盡快的來辦理... 原則上... 有幾個重點... 漁工的那個... 服務中心那個... 一定要盡快的來做... 因為它牽扯到... 漁工的人權... 這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 我們會有一個完整的... 一棟就如同剛剛風舟市場裡面的... 這樣的一個... 與市場的交易... 跟所謂的相關的消費... 物流大樓... 那這個部分... 一定會有這一棟... 的大樓在這裡面齁... 那相關的整個周遭的... 警官都要依照院長... 這樣的一個要求來設計... 什麼時候是跟院長做報告... 預定什麼時候... 我們在在一個月內... 就要跟院長報告... 我們現在... 本來是預估... 看可不可以這一兩個禮拜... 盡快... 看院長的時間... 那我們... 漁業署這一邊... 都積極的在辦理... 那如果... 院長也同意這樣的方向的話... 大概接下來... 最快的流程... 可以怎麼走...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來... 申請公共建設的部分... 所以我們會有提報... 一個中程的計畫... 到行政院這邊來... 但是如果院長要拍板... 我們今年至少... 規劃會要先走...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公中心的部分... 可以先走... 因為那個會比較明確... 因為這去年... 我們就說一定要來執行... 那...但是營運的部分... 非常的重要... 這個才是可能... 這一個整個... 工程完之後... 會不會成功的關鍵... 我想的營運就是包括... 這個遠陽漁港的基地... 把它作為... 成為是一個消費力... 那吸引更多的人... 到這邊想... 而且這裡... 也要牽扯到交通的部分... 因為那個捷運的部分... 畢竟還有1.5公里... 這個部分... 我們也希望說... 看是不是可以有整體的規劃... 這樣才會更... 更完整... 我希望主委... 就我所初不了解... 這個大概是一個31的計畫... 我希望儘快跟... 當地溝通之後... 那溝通完之後... 儘速跟院長做報告... 那報告完之後... 儘速來推動... 那當然... 像主委講的... 這個還不足以啦... 因為周邊的交通... 跟... 周邊的整體開發... 要一起帶動進來... 才有辦法... 形成一個長期性的... 一個... 發展的聚落... 那交通的部分... 我也希望... 整個計畫... 如果跟院長報告完畢之後... 我希望未來能夠跟... 這個... 農委會這邊... 能夠繼續爭取啦... 就是... 當然跟交通部有關係的... 未來的部分... 不管是... 捷運黃線... 延伸到這邊來... 捷運黃線... 現在從前鎮高中... 延伸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如要到日本的... 不管是過去的足利... 現在的豐州... 這個... 地鐵... 大眾運輸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希望這個... 未來能夠同步啦... 這會影響到未來... 這一塊的發展... 是不是能夠成功... 或者是由... 紅線的草芽站... 一樣... 像台北的新北投一樣... 有一個單... 單一個站一樣... 從... 草芽站... 延伸一站... 直接... 新的一個分支... 到前鎮魚港... 那... 這是交通部分... 那另外我也非常贊同... 周邊這麼大的一個... 腹地的時候... 其實... 主委...我想你很清楚啦... 這邊周邊有非常多的... 冷凍庫... 非常好的一些... 世界級的漁獲都在這邊... 那...過去來... 這很多消亡... 日本消亡...都世界各國... 那我希望... 這個地方... 過去來... 因為它是港務的用地... 那現在話播到了國產署... 我也希望... 漁業署... 農委會這邊... 整體來思考啦... 怎麼樣讓... 這些土地... 能夠跟... 這個當地的... 這個有好的一些... 充分的合作... 帶動它的發展... 不然... 周邊的部分... 過去長期以來... 都是用租... 租用的部分... 甚至於... 連線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 變成很多很老舊啦... 那我覺得... 未來要走向一個現代化... 整體性的漁港的話... 這個... 我非常贊同... 這個你要整體來思考... 那我們期望... 先... 把這個30億的經費... 先跟院長報告完之後... 後面下一步... 把整體的規劃... 也一併... 讓院長知道... 那我們希望一個... 整體的計畫... 帶動... 前鎮 漁港... 帶動整個高雄... 整個整體上的一個發展... 主委... 你的看法呢... 是... 完全同意委員的這個建議... 而且這個工程... 其實... 不只是在進會... 它牽扯到是跨部會... 比如跟交通部啊... 跟... 國產署等... 港務公司的這個... 合作... 主委... 前面這個是第一... 小港區是第一期啦... 31這是第一期... 我希望... 後面那個第二期... 我們也提早來規劃... 因為... 交通的配合才能夠... 造就這個... 投資的31下去... 達到更好的... 其實可以同步進行啦... 對... 好... 一句時間很有限... 再來我想問一下... 旗津漁港這個... 這個蘇俊的計畫裡面... 過去的工程費的5000萬... 還有包括... 大士蘭頭跟其後... 這個... 經費應該今年度都定案沒有問題吧...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我們希望... 加速來執行... 那再來... 最後一點時間... 我在提案裡面有提到啦... 因為過去以來... 我們遠洋漁業... 或者相關的漁業... 罰了很多的錢... 進到了這個... 呃... 漁業署... 到報爾裡面... 那我希望這樣的錢... 應該罰到錢... 我們的目的... 是希望協助業者... 再做更多的改善... 那我們的... 呃... 漁業基金啦... 其實長年以來... 其實一直沒有... 藝術進來... 我希望... 未來... 主委能夠支持啦... 把我們這些... 經費的部分... 罰款的部分... 能夠放到了漁業基金... 讓漁業基金... 還有它的規模... 來輔導漁民... 輔導我們的漁業... 做更長遠的發展... 主委同意嗎... 喔...完全同意... 其實應該不是我支持... 而應該要請委員來支持... 我一定支持啦... 我們應該是要把... 這個遠洋漁業... 因為少數... 的... 船東... 或者是船隻... 違反相關... 規範所繳的... 華款... 應該回到漁業部門... 來轉換專用... 這樣才能夠達到... 更好的一個效應... 讓我們... 一個月來修改... 相關的華歸... 再請主委一起來努力啦... 我們再來... 報到行政院... 送到立法院... 好...謝謝主委... 好...謝謝... 賴賴賴賴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 齁... 我們... 預備... 我們... 我們... 我們大概... 一點嗎... 一點鐘開始... 好...